第1941集 红的一声 他将附近区域的红河都打爆了 蒸干了也不知道多少珍贵的河水 不过 那个不可名状的生物无拘 在此过程中早已出击 那是浓郁的银色光辉 从他那不祥的身体中倾泻而出 像是星河坠落 又像是江海绝堤 磅礴而浩大 浩瀚无边 这是一种组物质 是被腐蚀被污染的浑道本源 太浓郁了 他可以对诸天生物压制 任何生灵都有灵魂 都可以被他攻击 那个不可名状的生物喝道 所谓十庙术 早已落雾过时 这是浑河尽头记载的无数种秘书之一 是 他很强 魂力沸腾 组物质弥漫 当之是要碾压一切有灵魂的生物 有镇压诸天万界进化者之事 可惜 到头来这种可怕的秘书 也只是挡住了五行溯源 却挡不住那道随后而来的乌光中 坦出的一个拳头 昂责东西 也敢跟我叫板 连自己种族都背叛了的不人不鬼的混账 死 这一拳 这一拳惊天动地 真干不知道多少里浑河危能太大了 让浑河上游尽头的铁链声再次的剧烈响了起来不断砸门 要知道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禁锢一切 相对来说很难打破什么 一滴浑河水就蕴含着毁灭之力 足以抹灭阳间许多强者 可是现在断河又断魂 大浪逃天 打上高空就消失了 被溶掉了 都是真正的混沌神奇的魂光在磨灭 砰的一声 那个大雨集怪物急速倒退 想要躲避这一拳 可是根本就没有用 躲避不开 拳头轰进了不可名状的身体中 各种腥臭的液体四溅 那是污染的血 更有混合中的特殊物质 带着腐蚀性 能够让这种极数的强者成为感染体 可是 吴光中的强者无拘 周身鼓荡 符文无数 震散了一切 这个不可名状的大雨集生物 惨力的大教 他不想死 要不然 也就不会主动入魂河投靠之 都沦落到这种境地了 全身上下 人嫌鬼厌的结果还要死 说了 要弄死你们全部自然要做到 你这种东西在大雨集中 也是排名垫底的货 我知道你是谁了 死不足惜 凭你没资格号称大雨集进化者死 这个吴光中的强者说话算术 履行承诺 当真是要弄死魂河这里爬上岸的怪物 轰的一声 那个不可名状的怪物炸开了 形神俱灭 哪怕是他身体内的污染源也被打散了 天上洒落血雨 宛若天枯一般 并且电闪雷鸣 打到横管 星河倒旋 规则金莲浮险并焚烧 各种意象太多了 这是大雨生物云落后应有的意象 一个都不能称之为阳间生灵的恶心怪物 也配天地交感 为他而明 都退散 吴光中的强者很霸道 直接就是一拳轰向高天 全部打散 所有的血雨与焚烧的规则 莲花等都崩开了 不见了 意象消失个干干净净 死去的强者当年是意外得了机缘 进入大雨集 虽然是垫底的存在 但终究也是阳间某一派的开山祖师 最终沦落到这一步 弃母族求长生 此时惨死 可悲可恨可叹 吴光中的强者摇头 怒其无骨气 额挨其大鱼路之不幸 你又是谁 吴光中的强者看向另外一个生物 很奇怪 这个诡异的怪物刚才居然没有阻止 始终不曾出手 两个怪物是一起出现的 眼前这头居然没有干预这一战 眼睁睁的看着之前那头怪物被击杀 尤其是现在 它居然在微微的发抖 整具吓人的身体都在颤抖 它太丑陋了 居然如此让人诧异 不过它绝非害怕 应该是一种情绪上的剧烈波动 是 你吗 真的是你吗 它终于开口 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带着无尽的来源 还有无边的失落 更有一种期盼 以及某种难掩的喜悦 就是一个女人居然是这种态度 她发抖颤颤巍巍 张开血盆大口想要说什么 她的心都在悸动 她冰凉的血都热了起来 她昔日的情感全部复苏 她饱含着感情 可是她看了看自己 却这么的丑陋 浑身上下 从头到脚 哪里还有一点人样子 被人看到会受到惊吓 她一声淒厉的惨叫 捂住自己的面孔 不断的倒退 不断的后挪身体 一步一步 她浑身打颤 无法面对那个人 曾经的热力 往昔的等待与期盼 还有一腔最为浓郁的柔情 现在却化作了冰冷 自怨自艾 她恨不得立刻去死 怎么能在这里见到她呢 怎么能让她看到 如此丑陋的容颜 她当年可是拥有 天下最美容颜的 丽人之一 由好事者给出排名 她被许多人称之为 天下第四美人 可是现在她还有什么 诡异不祥 恶臭丑陋 曾经仰慕那个男子 可现在相见她竟这样 心如刀脚 血泪都流了出来 她不断倒退一步又一步 重若千斤 普通一声 追进浑河中 她想死 她想自觉 不想让她看到 她如此丑陋的容颜 不想在这种境地下见面 她有过期盼 憧憬未来 想要去看一看她 哪怕远远的在远方张望 哪怕只是寻到她 只能默默看着她的背影也好 可是现在 一份美好的期待 就这样被打破了 她无法接受自己如此的状态 去面对那个人 是你 吴光中的人知道了她是谁 连她也没有想到会是她 曾经那张绝世容颜 竟会这样 整个人凋零 不可名撞 她自然知道她 其真 曾经风姿爵士 如空谷幽兰 出尘若先 明艳不可方物 怎会如此呢 凄厉的苦声 在浑河畔响起 女子痛苦无比 捂着丑陋的脸 想要逃走 想要自杀 可是她又不想这才一见面就再次永远失去 就此离别成为永远 多少年了 她一直在苦苦等待 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见到她 当这一天真的出现后 她却又是如此的痛苦与矛盾 我找了你好多年 等了你好久 我是那么的无助于害怕 你怎么不见了 你当年去哪儿了 她哭泣着喃喃的 越发的悲伤 再相见 竟是这种境地 她 真的不想如此 她 不再退后 没有再逃离 因为见到她真的不容易 都以为 已是永别 她再也不会出现在人间 今天 浑河前相遇 久别再相见 她哭泣 她喜悦 她心伤 知道她还活着 还在人间 她激动得要死 可是想到自身 她又要七创的发疯 你 怎么会这样 吴光中的男子轻声问道 我不是自己堕落 我不是为了求生来这里 当年 我活魂恶恶 不知道怎么就落到了这里 女子大哭这一刻 她真的悲伤欲绝 我想死去 可我又不甘心 我还想再见你一面 所以 我会恶得度日 或许是执念在之城 我才没有化作腹肉 成为无邪 女子哭泣 女子哭泣 她在浑河前 看着吴光中的男子 像是有无边的痛苦与委屈 当年 你的目光从来不在我这儿 我有失落 有伤心 可是 我也不愿离去 只要能远远地看到你就好了 吴光中的男子轻叹 他当年只当他是小妹 从未多想什么 而他那时没有挑明过这些 第1942集 我想 我可以等待 有一天能够与你同行 可是你走得太快了 我追不上 我想加快星星 而且 你后来娶了那个女人 是那个女人害了你吗 你出事了 再也见不到 我拼命地相信 我想早一点 踏入大鱼领域 我要去找你 我要把你寻回了 可是 我还是觉得 追不上你的脚步 我太慢了 后来 我终于以特殊的秘法 踏足大鱼颈 但是太急迫了 我熬不住 最后在这条路上失败了 变成这个样子 其中哭泣断断续续 说着她的过往 说着她的急迫 她只是想努力追赶 提升修为去找她 去寻到她 后来 我浑浑噩噩噩了 不知道怎么堕落在这 难道 难道我已经死了吗 这是尸寒中 积寸着执念 残灵 这 这才是真相吗 女子忽然不再哭泣 她似乎猜到了自己的状态 自己死了 所以才到了这里 如今只是心有寄托 还想再见到那个人 所以 还有残灵未散 启寸 吴光中的男子开口 他早已没有了强势之态 向前走去 话语很柔和 不要怕 你没事 他真的不知道这些 这一刻他心中有痛 也有无力感 再出现在见面已是 沧海桑田 你不要过来 不要靠近 我这是死了吗 只剩下遗憾 这是被人利用 你 你杀了我吧 我不想成为无人员 你 你分清我这个无人体 女子哭了又笑 儿后又大哭 伤感伤悲 我见到你了 我喜悦 可我也悲凉 为什么是在这种 境地下相遇 我是如此的丑陋 我要 走了 我心愿已了 直到你还在 还活着 我就满足了 一瞬间他就要截体 满身都是裂痕 他想自毁这具遗骸 不 吴光中的男子 阻止 神光遮天 将女子覆盖 禁锢其身 将他从魂盒中 带了上来 带到身边 不要阻止了 成为无人员 四股从来没有 逆转成功的人 再说 我早就死在了当年 这只是我的遗骸残灵 男子从乌光中 踏出 真身显化 安静地看着他 我来想办法 我不想了 女子眼中含泪 身体不可逆转 发生可怖的变化 似乎在溶解 对了 我想与你一起 共看花开 他应该还在 我果然昏饿了 都快忘记这些了 树化界 女子的心口 那里浮现一束桃枝 接着花蕾 含苞玉放 晶莹而灿烂 带着淡香 它是仙药 花中的绝品 不畏惊花 传说可以给人 带来好运 或许 就是他庇护我 残灵不灭 一直在遗骸中长存 女子有所悟 这样说道 相传 这是先王残身 只留下一束桃枝 一声清响 桃花绽放 漫天都是晶莹的花瓣 纷纷扬扬的飘落 在两人间 有一株古桃树虚影 绽放满树花蕾 盈盈灿灿 桃花满天落在两人身上 这一刻女子的诡异状态迅速衰减 她居然露出了昔日的真身 容貌富贵 清城清国 所有诡异症状都不见了 她空明若先 婀娜挺秀 可是她却又在快速的瓦解 画成一片又一片的光雨 与漫天晶莹的滑瓣共舞 保留到了现在 我终于看到 桃花 只为一人开 朕 风 永固 男子大吼 生动天地 壮弱盖世神魔 想要留下女子 最终一切都消失了 漫天花瓣纷纷扬扬 随风而散 到头来 在她手里只抓住一片暗淡的花瓣 其他都再也不见 男子没有再发出怒吼 保持可怕的沉默 很久之后她才平静开口 世间是否还有地兵在 借来一用 在这种声音下 四方矩阵 宛若在号令天下 各地轰鸣不止 浑河畔也在震动 而后远处的黄沙飞起 河岸阵列了 有惨中碎片飞出 轰的一声落在她的手里 同一时间 魂光洞外的太阳河中 楚风身上有一雾飞走了 正是从太上禁地中带出来的青铜长条块 疑似从青铜关上脱落 现在轰的一声爆鸣 下一刻向着魂光洞飞去 魂河畔 男子手持残忠 握着长条形青铜块 一步迈出就到了魂河尽头 桌离铁链声响震动天地 那一道门户的缝隙间正流淌出诡异的雾碍 极其甚人 痴的一声 男子带着兵器直接化成一道乌光 竟然自耐到缝隙末入闯进魂河尽头的门吼世界 有野兽般的吼声传来 你敢 男子的声音很冷彻底爆发了大吼道 我宰了你们全部 这一日 魂河大动荡 发生了惊天大事件 魂河畔 依旧残留着淡淡的清香 仿佛还能看到模糊下去的花瓣 在纷纷扬扬的洒露 那是不散的眷恋 曾有一个女子 她等待了半生 追寻了半生 一生心酸 为了找到她 不顾一切的修行进化 结果 却是那么的伤感 凄凉 桃花 只为一人开 声音虽已消散 但却饱含着太多了 某种情绪似乎还在 有无尽的不舍 可是 一切终究都空解了 什么都留不下 五光中的强者 竟直闯进恶徒 一声大吼杀 相撤四方 震动了天上地下 让魂河沸腾 低暗大崩 她以行动祭祀 只身杀入门后的世界 门内世界 守候震耳欲聋 天崩地裂 让乾坤万物都仿佛要炸开了 那个被锁住的诡异生物在嘶吼 门内 昏暗而可不 满地都是血 近处尸体很多 又被吊死的 被磨盘碾断断的 在浓重的大雾中 这里显得极其的诡异 远处 景物虽然很模糊 但更为甚人 没有任何话语 乌光中的男子进来后 直接向着门后 那个诡异而又恐怖的生灵出手 强势无边 哪怕这里是传说中的 诡异源头万恶之地 她也毫不惧怕 她虽然没有对那女子许诺 不曾呼唤出声 但是现在刚猛霸道的出手 却也揭示了她的内心 怎能无所动呢 纵然是心尖如铁 她也被触动 眼前仿佛还有那个女子 落泪的笑 多少年了 她在无助于凄凉中 等待稀记着 桃花只为一人开 终是等到那个人 她看到了 可是呢 带着心香的花瓣 与那女子的魂语共归去 满天分舞后 是永远的失去 又怎能不痛呢 她不是冷酷无情人 现在一腔悲与怒 化作最为浓烈的杀意 还要说什么 唯有横扫了此地 哪怕是魂河 哪怕是传说中 入者必死 无人可生还的 绝凶恶徒 她也要嫌犯 她要扫平这里 在她的手中 长条形青铜块变大 骑士如山岳般磅礴 她向前爆裂的轰杀过去 在昏暗中 在这片外界无法想象的恶徒 一切都很模糊 迷雾遮掩 围见那个生物体格粗大 整体黑乎乎的 当的一声 顺西界 火星四界 那个生物举起手中的铁锁链 封挡青铜块 大道痕迹如同波纹扩散 并且剧烈于迅猛无比 轰的一声 两者爆发的能量 横扫了门内世界 导致这里大乱 第1943集 门中的生物庞大的黑影 直接倒退出去 它带着兽性 哪怕是被那浩瀚的力量砸得倒退 双臂军裂 血液飞溅 骨头茬子露出 他的双目中也是一片星红 死死地盯着乌光中的男子 同时 地上有各种器物 残破的车员 浓缩的星骸 以及一些混沌气弥漫的志强尸体等 都跟着横飞断裂 都跟着横飞断裂崩碎 这星神俱灭 长条形铜块 如同一柄大剑刚猛霸道 横扫过去时 犹弱不灭的山岳轰杂 打爆时空 连光阴碎片都被摸灭了 像是可以定住永恒 改写古今 当的一声 再次火星死见 怪物的双臂带着锁链脚来 同那青铜块碰撞在一起 顿时秩序入海 神炼万道 规则星河澎湃 在此过程中 这道黑影发出愤怒的吼声 在他的双臂 以及锁链被压的下沉时 他的头上 一根粗大的黑色肌脚被轰肿 伴着血液直接断裂 鸡脚落地 像是一座不朽的神山坠一下 砸得整片门内世界 都昏隆隆作响 要崩塌了一半 一根鸡脚落地 竟能如此 沉重的宛若九天坠一下 要压沉大地 这个黑影咆哮愈发的愤怒 结果他又遭受了 更为可怕的一击 吴光中男子 另一只手中的大中残片震动 有形的中波宛若洪水 决堤倾泻过去 太壮阔了 无边无际 光芒此目昏明不绝 黑影怒吼 整个人被震得翻腾 浑身是血 中波如利剑似天刀 破开前方一切阻挡 将这个诡异生物贯穿 无邪到处都是 侵蚀天地 他发痕 断裂的几脚那里 荧光沸腾 魂力如潮汐 向外涌动可怕的能量 全面的轰了出去 那是无边的魂物质 这种魂力攻击 比之前魂河畔 那个大羽极怪物 更强更射人 隐约界 时空都要被摸灭了 任何生命体有灵魂的生物 都可能会被这一无上秘书镇压 可是让人震撼的是 吴光中的男子冷静而镇定 并未受损 他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便轰的一声 像是开天辟地般 将那浓郁有魂物质震散 将这一可怕攻击磨灭 不过那个黑影并未后退 相反星红的眸子冷裂 阴寒 像是在残忍地笑着 这时 缠绕在他双臂上的锁链 竟然如同焚烧般 光滑大声 银白之焰璀璨 锁链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 全都炫目起来 吃的一声 银色锁链洞穿一切物质 向着乌光中的男子贯穿了过去 要将他打杀 最为可怕的是 锁链上的符号密集 隐约间发出了某种声音 像是一碗生灵在喃喃祷告 又像是无尽魔王在低吟 像是要磨灭一切 锁链上的符文 有不可思议的威能 像是可以镇压永恒 在一击之下遭传万劫 无光中的男子 周身符文无数光滑暴涨 顿时像是立身在一片万法不侵之地 并且他手中的大中残片轰鸣 神盲撕裂黑暗 光辉普照十方 他直接用中片轰砸了过去 撞在那条正在贯穿过来的银色锁链上 当的一声 两者间 秩序符文无数 像是从那室外垂落下亿万缕神霞 要毁灭一切 纵然强大如无光中的男子都瞳孔收缩 这银色的锁链极其惊人 坚固不朽 可与地中碰撞 可撼动永恒 这是不灭之物 反混合者 死 族群亦要灭 那道黑影咆哮 施展混合尽头记载的某种秘书 时光宛若不连续了 空间也紊乱了 他像是立身在不同的时空内 许多身影成片的浮现 将对手围住 一起出手 轰了过去 巨大的震动声传来 无光中的男子 用大中残片发出中波 横扫六合八荒 并且各种妙数迸发 无光中的男子发狂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持久战 很迅速 在电光石火间 就打出了惊世的能量 黑影满身裂痕 溢出很多血 他奋力对抗 用银色锁链 风挡要锁住虚空 然而这一刻 他的头颅突然轰的一声 宛若一个烂西瓜 被无光中的男子 拔道而无匹的 一击轰破了 魂念沸腾 愤怒的嘶吓 响彻门内世界 这个生物急速倒退 手中银色锁链 发出炫目的光芒 照亮此地 连他的真身 都因此清晰可见了 他失去了一颗头颅 但是身上却还有四颗头颅 一颗在肚子上 一颗在后背上 还有两颗在左右双肩上 他果然可不无边 满身都是黑色的尸毛 比厉鬼都要凶 脸上坑坑洼洼 蛆虫在腐烂的血肉中 进进出出 显然 那是某种不祥之虫 绝非普通的食服物种 这头怪物满嘴都是獠牙 粘稠的液体 不断从嘴里躺落 他的眼血红而阴冷 一声大吼 他居然血肉蠕动 改变形态 发生变异 比刚才胸利十倍不止 在原油丑陋的基础上 再次发生不可名状的蜕变 恶臭扑鼻 他浑身都半腐烂化 且身体部位生长出 许多恶心的头颅 触须 爪子等 根本没法看了 果然是被人圈养的 神父锁链 无光中的男子开口 那怪物身上银色锁链一端 连着一根特殊的石柱 他被锁在此地 山窗魂河 死亡都不是你的归宿 你将如同刚才那个女人一样 就此浑恶 永世被奴役 怪物愁视 在那里开口 并且在吟诵某种经文 他手中的银色锁链 因此更是进一步光芒大声 让整片浑暗的门内世界 都一片白茫茫 再也不浑暗阴森了 可怕无边 那种声音 寝食人的生命印记让人迷失 要陷入死亡的魂恶中 放弃自我 然而 无光中的男子挡住了 这个男人太强大了 眉心出现一个符号 猛然射出冲销的光束 而后焚烧出无边的火光 足以洗礼世间 可以净化一切污秽 此刻的他 满头发丝乱舞 目光撕裂虚空 无比的舍人 混合尽头的鬼异怪物 竟然还敢提那个女子 让她一枪怒火 与悲戏 全都爆发了出来 第1944集 你 那怪物竟然有些惊悚了 你该死不可恕 无光中的男子 无边的杀意 如同汉海般的战力 狂暴汹涌 无边无际 爆发开来 土调怪物灭了诡异 这是他此时 强大不可动摇的心念 哄的一声 在他的双手中 长条形青铜块 与那大中残片 一同轰鸣 一同震动 数十次上百次的轰击 向前落去 几乎是瞬间 将那个怪物给打爆了 这种霸道 这种凶猛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直接轰碎诡异肢体 活活的震爆了怪物 惊涉事间 这里是混合的尽头 是万恶之原地 谁敢涉足 谁能来这里呢 一旦身陷此地 注定将身死盗销 永世沉嘴 可是无光中的男子 却在这里 强势无匹的 打爆了那个怪物 让他四分五裂 污血四剑 腐烂残款 到处都是 怪物丝毫 血肉重举 再次重足 一切都是因为 那条银色所裂将所有的腐肉 与污血都再现 与聚集过去 使之复苏再生 无光中的男子无惧 轰的一声 眉心的符号再次浮现 并焚烧 无边的秩序 密密麻麻的规则 还有许多条大盗之列 在那里 组成符文火焰 将前方的那个怪物淹没 怪物惨叫不断翻滚 同时 无光中的男子振动大中碎片 令他暴涨 重现出一口完整的大中 原本缺失的地带 是由能量符号构建的 接着 他另一只手中的青铜款 也蔓延出能量符号 构建成一口完整的铜关 呼隆一声 他提着两件特殊的兵器一步迈出 天地都在共振 都要全面崩塌了 两件兵器宛若两座大山板砸落 让那怪物都惊举了 脸色骤变 焦躁逃窜 可惜根本躲不开 这一次更为霸道 两件兵器如山月 将怪物砸爆彻底的没了 剑气的污血与腐肉都在刹那间成为灰烬 门内世界深处又一个莫名的存在丝毫 在那里爆发出无量的诡异物质 他有无边的怒意 低沉的咆哮 竟震断了大道的轨迹 万物仿佛都要寂灭了 他实在强大无边 多少年了 竟还有人赶来这个地方 攻打了进来 一怒大杀 这让他暴怒 叫我什么 你也去死 五光中的男子提着两件特殊的兵器 一步迈出就是无尽远的距离 进入这片世界的大雾深处 最终轰的一声 他又活活的将那个强大无比的诡异生物砸死 轰爆了 而后 在他一步又一步的紧逼中 前后共有六大怪物毕命 全都是被活活打爆 惨死于此 整片世界都安静了 再无声息 唯有无光中的男子一个人在前行 在他身边 似乎有朦胧的桃花雨在洒落 这是他的某种心绪 他畅然有无奈 还有悲伤 终究是没有能留住那个女子 其真 那个空明若先的女子实在是有些可怜 曾经的天下第四利人 为了找到他寻觅 他焦急苦修 结果自身不可名状 又被拘入魂河中 魂恶于此如此的凄凉 可悲 他所求不多 只希望他还活着 然后一如当年远远的看着他的背影 安静的追随 他的确活着 并没有死在当年的阴谋血乱中 可是 他那简单的愿望却未能实现 岸然而始 化开离散 从此永别 我先翻魂河 打穿此地 为你而计 吴光中的男子 提着两件特殊的兵器 大步闯向最后的恶徒尽头 吴光中的男子一路大杀 闯向门后世界深处 这些发生得很快 都是在轻刻间完成的 楚风无言 就这么飞走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上的铜款 莫名飞了 就像煮熟的鸭子自己飞走 活见鬼 长条形青铜款来头甚大 乃是出自太上近地最深处 疑似于某位天地有关 是从一具青铜冠上列下来的 你身上有东西自己跑路了 子鸾眼睛贼亮 嘴角都弯了 忍着笑意提醒 可怎么看都很开心 难得看到楚达魔头一脸憋闷 如同便秘一般 真是少见 他确实心情颇为愉快 可谓是相如心生 一脸的阳光灿烂 并暗哼 叫你总是欺负本宫 楚风很平静也很自然的 在他脑袋上敲落下三根手指头 顿时让他双眼翻白 差点就昏厥过去 楚风自己则始终盯着某个方向 改映到是浑光洞深处的牵引力 带走了青铜款 在他睁开超级火眼金睛后 他更是看到熟悉的一幕 网络状的道路拓展 深邃无比 连接向诡异未知处 他亲身经历过 沙士杰神色郑重 那是通向浑河的路吗 一时间他想到了太多 浑光洞深处可连接浑河 这个传承太惊人了 这种现象实在不简单 让人身体发寒 楚风立刻意识到出大状况了 浑光洞可能是那个不祥源头的对外窗口 对阳间是一种莫大的潜在危险 今天多半会出大事 他轻语 并没有为失去青铜款而过多的恼火 这里有大问题 一定会有惊世的变故 同块飞走去阵邪了吗 同一时间 楚风不知为何 亦感受到一种伤感的情绪 与之共鸣 体会到了某种无助 孤独思念 最终却是黯然落幕的悲凉 有人离世 竟有这么强烈的思绪 紫鸣一惊疑 在那浑光洞身处像是有什么悲哀的事发生 让他也渐渐感应到 竟要随之落泪 他被某种莫名的情绪感染了心中共鸣 体会到一位可怜女子的部分思绪诡计 此刻 浑光洞内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倒在地上 没有一个能走动的生物 这是从来未有之事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跑路吗 跑什么呀 趁现在 楚风还未说完 子鸣就兴奋起来 去解释吗 这次 楚风直接是用四根手指头砸在他头上 捡你个头啊 子鸣累一蹦 本不想哭的 但是太疼了 他感觉头上瞬间就长出大包 多了一个小脑袋 人犯子实在是太讨厌了 楚风教训他 没看到黑光所个之处 连老鼠洞都空了吗 你指望他能留下什么呀 浑光洞现在被大凶人压制 机会难得 我们将太阳河那些岛屿上的所有仙药等都拔光 天语不取 反受其咎 太阳河非常壮阔 如果不了解 单是在近前看 河面宛若一片金色的汪洋 波涛汹涌 金霞四溅 前方 一座岛屿上 五色光运弥漫 尤其是中心地格外的神圣 更有浓郁的魂力澎湃 说话节 楚风已经登岛 运到啊 他惊叹 这种地方就在浑光洞的眼皮子底下 平日间根本不用人守着 谁敢上来 有大虫 再怎么放心 浑光洞呢 也不可能将珍稀大药扔在这里不管 有两条雪白大蛇 比水缸都要粗上两倍 蒲扇大的鳞片 增亮 死死的吐信 头上有独角 盘成可步的蛇山 有种巨大的压迫感 成为白色大蛇 守在药田旁 神王级 子鸾用手轻拍心口 暗自腹肥 杨间这破地方真不好玩 随便走走都能碰上一些 让他眼晕 胆颤的生物 哪里有小阴间好啊 他爷爷都不是神级的 可一旦出行 就能横压四方 他可以骄傲的扬着下河 满世界去流浪 真弱呀 第1945集 真弱呀 楚风开口 一时间子鸾不想说话 也太打击人了 不过这似乎也是他的靠山 以后 如果楚大魔头不被人打死 顺利熬死其他人 那他就可以打着楚风的名号 出去乱了 砰砰两声 两头大白蛇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楚风撂倒了 庞大的蛇山倒下时 地洞山摇巨石翻滚 至于场域 难不住现在天使楚风 被他一路破开 浑花 一共53株 每一株上都只有一朵花 顽口那么大 蕴含着浓郁的光滑 很难说清他的具体成分 但却可以滋养灵魂 到了这里后 被魂光照耀 楚风的魂光竟然都要离体了 他二话不说 采摘下一大朵就向嘴里塞 吃吃吃的 瞬间 药田就光秃秃了 所有魂花都被挖走 被置于玉霞中 我的呢 傲娇女子鸾 现在也不傲娇了 眼睛都绿了 因为他看到楚风 吃下一碗口大的金色花垒后 魂光离体而出 暴涨了一截 这东西的价值太惊人了 药效呢 简直是立竿见影 楚风倒也不吝啬 给他也塞了一朵 魂花太灵液 心香扑鼻 与精神共振 诸望大人的魂力 这让子鸾的额头那里 魂光如同银雁般跃出 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宛若在焚烧跳动 显然 他的魂力也激增了一截 嗖地一声 楚风动作极快 再离开岛屿时 将药田的土豆给刮走了 并且再次过程中 他又啃掉第二朵魂花 芬芳扑鼻 入口激化 不过这一次效果很一般 魂光闪烁了几下 就归于平静了 难道每个人只能吃一朵吗 人体的抗药性过头了 下一瞬间 他来到另外一座岛屿上 周身火热 满岛都是火雨 到处都是紫气 浓郁的芬芳四溢 岛屿上有六位神王守着 在中心地有两株树 都不过一人多高 紫气蒸腾 火雨飞溅 香气正是从那里飘出的 树体不粗大 但是枝干上老皮开粒 即便是新生长的细枝也如此 像是生了一层鳞片 紫色叶片带着火光很繁茂 一株树上十一颗果实 另一株树上十三颗 果子形如杏子 能有成年人拳头那么大 浓乡诱人 两株树很特别 根部扎根在宛若岩浆般的金色液体中 那是太阳河中提炼出来的物质 带着质阳属性 两株树紫霞绽放 活雨飞溅 魂果 这东西太惊人了 连楚风的眼睛都发绿了 他来的路上连上了阳间的光网 仔细了解了一番魂光洞 这可算是魂光洞最惊人的特产 这种魂树结出的果实举事难求 唯有此地可生长 移栽到别处都无用 不像那撞魂草魂花 都有极个别移栽成功的案例 而且魂果的药效更高 更浓烈 远非撞魂草与魂花可比 如果说在这之前 楚风想就与上天尊心中还没有绝对的把握的话 那么现在则不存在这种忧虑了 只要这个人还活着 哪怕弥留之际 也能挽救回来 可以重塑其魂 果实中蕴含着浓郁的魂物质 举世难寻仅此一家 六位神王无声无息就被楚风放倒了 怎么能挡得住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恒王呢 不过 在楚风想要摘魂果实出现意外 叶片上居然趴着两条虫子 看起来像是残宝宝 雪白晶莹 圆润肥炮 可居然都是准天尊 显然 他们身上有隐匿气息的密宝 而且自身也在沉眠中 安静守护着两株药树 现在 他们被惊动了 砰砰的 准天尊也不够看 两只虫子刚移动就被楚风拍死 当真如同成年人踩死普通肉虫似的 他确信 这两棵树了不得 魂光洞极其在意 若非修为到了天尊敬 都会成为一方头领 身份高贵 不一再随意指使了 此地肯定要安排上两尊守护药园子 楚风 直接摘下一颗果实 咀嚼的刹那 魂物质沸腾 很快就让他的魂光暴涨 这一刻他全身上下的所有毛孔中 都向外喷勃魂光 浓郁的魂物质太强了 滋养其魂 贯穿肉身 不行 太浪费了 震 他低吼着 以自身围炉 焚烧魂光 萃取魂物质 供养于锤炼 自身魂魄 同时也滋养肉身 居然都有益处 当然 最重要的是壮大魂光魂力 肉身如炉压缩魂光 令所有的魂物质都在体内轰鸣 一散不得 一时间 楚风体内轰鸣声震耳 到了最后更是铿锵作响 像是在锤鸡鲜铁 白炼母精 魂光闪耀 不断被肉身之炉 熬炼 震骨硕金的横王体 其血如胜裂的闪电 在楚风的体内不断划过 到了后来化成神秘的柴火 焚烧魂光 很快 魂光质变 汹涌激荡后 是浓缩式化形 宛若剑气般鸡舍 化成一束光冲出体外后 遨游太虚 轻易的撕裂了天穷 魂果 太霸道了 我差点被烧死 不过这种升华后的感觉很美妙 我知魂光单独离体出击 就相当于一种恐怖的妙述 魂光化成的剑光归体 在血液中流淌 在眉心中央闪述 无处不在 升华后的魂光 在外室攻伐 惊世无坚不摧 而在体内折服时 温养肉身 好处无尽 子鸾眼巴巴的望着 这么吸针的魂果 他虽然无比渴望 但却不好意思开口了 因为实在太珍贵 他也知道 这种东西给需要的人用的话 远比他服食效果强大 楚风看了他一眼 你别看了 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 弱得如同豆芽菜似的 真啃一颗的话 魂光会被烧成灰的 子鸾沮丧 自己就这么不争气吗 可是不久前 本宫还是大雨急 那么也是我等着敲 早晚有一天 本宫要觉醒前世 以大雨急肉身 镇压当时 他用精神圣力法 安慰自己 不过 楚风看了看他 还是摘下一颗果实 用手指头摘下一小块给他 不是舍不得给你 先试试看 子鸾动作麻利 再也不想娇娇女了 一口就给吞没了 连味道都没有来得及品尝 然后他就叫了起来 啊 着火了 烈焰直冲三十三天 的确 他浑身冒火 尤其是天灵盖那里 灵魂离体化成火光 要冲天而去 打死焚烧 楚风赶紧出手 还真是如他预料那般 这东西就根本不是 给低阶进化者准备的 天尊都勉强 他帮助压制炼化 这才让他子鸾熬过来 修复伤体与魂光后 得到不少好处 神魂稳固 暴涨一劫 等你到天尊境再找我 楚风说完 将手中的紫霞 喷涌的果实给吞下去了 果然 这一次 他的身体更灿烂了 魂物质被封在体内 剧烈闪烁 吭腔作响 比打铁声还激烈 子鸾叫着 成火了 都帮你扑灭了 楚风 镇压体内魂力 一血微火 焚烧魂光 不断地发出昏鸣声 我是说你 我是说你 快看呢 你都要被烧熟了 紫霞 只向他脚跟那里 楚风也有所察觉 但是真的不疼 现在低头去看 发现脚下着实着火了 虽然还没伤到身体 但也有一定威胁了 最起码 一双品阶极高的战靴 都给烧着了一些 这火不正常 楚风 将两棵树连根拔起 彻底收走浑树 然后 他一拳向地下轰去 剁水岩浆四界 大地崩裂 将这座岛屿 彻底给打穿了 第1946集 除了料想中的太阳火晶 是从那宛若金色汪洋的 大河中汲取的外 还有一股神秘的能量 来自某一隧道 楚风瞳孔收缩 看到一条很细窄的隧道 在当中有丝丝缕缕的 浑光物质在流淌 并且这隧道成网割装 像是有形的超声波扩展 又像是发光的涟漪在荡漾 构架出这样一条路 楚风心脏锯跳 他立刻意识到 这也是通向哪里了 浑河 难怪别处没有一株混书 根本养不活 原来如此 这是以浑河水浇灌吗 一时间 楚风觉得有点恶心 这果实的诞生 可真不怎么神圣 总觉得那条河不够洁净 尤其是他还有点忧虑 该不会沾染上诡异吧 楚风问子鸾 你有没有什么异常 没有 一切都好极了 魂光暴涨了一大截 本宫觉得 恢复大羽极实力 指日可待 那就好 楚风点头 将他所谓的本宫大羽极忽略 在此过程中 他炼化掉第二枚果实 魂力再次增长 居然还没有到所谓的药效 失去作用阶段 这魂果有些逆天 魂光离体 化成绝世剑光割裂一切 横扫四方石 虚空崩断 苍穹被刺的千疮百孔 远处的岛屿 轰隆隆的湮灭 消失 效果太强了 我的魂光自成妙述 都没有去找一门秘法演练呢 楚风 自己都有些吃惊忍不住赞叹 他的眼神火热起来 还有二十几枚魂果呢 如果依旧对他有效 那么能将魂光强化到何种地步呢 甚至他想到了锻炼魂光的各种秘术 普通秘术我不稀罕 或许我可以尝试演化八宝妙术 没错 他想在阴金木水火土羊之外 再加入魂物质这一元素 若是成功就不再是七宝妙术了 哄的一声 楚风一魂光开到 璀璨剑芒割裂大地 让岛屿下的一切无所遁形 看到真相后 他尝出了一口气 那网歌状的隧道流淌过来的不是魂盒 而是被提炼过的魂物质 并且在地下还有最为浓郁的太阳火晶 有一口足以能烧死天尊的先天太阳火晶池 进一步熬炼了那些魂物质 然后又经过魂术的净化 结成果实 目前看根本与诡异无关 不涉及到污染 就是有诡异与不祥又算得了什么 我又不是没经历过 早已不是当年 被灰雾折腾过 现在你们只是我的养料 处风无惧 体内的小磨盘转动 隆隆的碾压自己的魂光 进行凹裂 这东西先天克制不祥等物质 没有发现异常 这说明魂果没什么问题 耳的一声忽然 地下传来声声嘶吼 连接魂盒的那个网歌状隧道旁 浮现一座地宫 而后大门崩裂了 一瞬间阴气滔天 大量的腐蚀与遗骸等 以及各种黑暗生物 像是潮水般涌动出来 全都很强大 这让楚风惊异 它没有混合的气息 这才是真正的从混合中出来的生物等 许多都是魂光化成的 天尊 紫鸾脸色煞白 若非楚风在身边 他早已被震慑的瘫软在地上 连楚风都神色正重 这些腐蚀这些魂光 有一些是天尊级的 楚风冷斥了一声煞 眉心魂光暴涨 化成一口光芒刺目的魂剑 非常璀璨横扫了过去 扑扑扑的 魂光湮灭的声音传来 它离体而去的魂光 化成剑气后无坚不摧 是这种黑暗生物的克星 全部给扫灭 下一刻 腐蚀如潮水汹涌 再次出现大量的黑暗生物 以及有几具天尊级的遗骸 结果楚风眉心光滑一闪 剑光暴涨 璀璨而射人 扫平那里 并且轰的一声 将地宫斩暴 一时间 剑气纵横 激荡于地下 楚风斩了数十节 将那里移为平地 所有的诡异生物都溃散 全被斩灭 好强啊 子鸾满眼都是小猩猩 忍不住惊叹 我祈祷 你一定可以在阳间 坚强地活下去 将五黄熬到座挂掉 楚风听着顺耳 刚要露出微笑表示自信 结果他又听到她嘀咕 这样 我就可以打着你的旗靠出去乱了 楚金枪 你可千万别过早挂掉 不然本宫还得找夏家 哼的一声 这一次 楚风的五根手指头全都砸在他的头上 让他泪陷失控大哭 泪如雨下疼得受不了 楚风带上子鸾离开此地 没有必要久留 沿途 他又扫荡了几座岛屿 可惜没什么太大的价值 所有的大药都集中在最初的两座岛屿上 子鸾问道 去哪儿 抹了一把眼泪后 大眼亮晶晶 他总感觉人贩子没憋好主意 要折腾一次超大的风暴 去极北之地 挖五疯子的老窝去 现在他门下的大能都跑阴州外等着去了 可谓人取楼空 我自当下皇朝 为皇朝老究极清理下老巢 我去 你崩了 子鸾惊叫 他可不想这么癫狂 这是找死吗 称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总跟在那道无关后面 只能喝汤水 我现在先去光顾 连老疯子老巢里的耗子洞都给挖空了 什么都不剩下 我楚中吉从不落后于人 楚风在途中构建场域一路北上 子鸾脸都绿了 一个劲的大喊救命 本宫要下车 此时 混合尽头 门后的世界中经历了一番血雨腥风 无光中的男子大开杀戒 一路向离闯 门后的世界起初很广阔 宛若一片充满大雾的新世界 无贬无银 路途上有残破灵山破烂的铜殿 巨大的石柱等 像是一片废墟世界 许多遗骸被挂在石柱上 被吊死在铜殿内 很可怖 真正有意识 在阻击乌光中男子的诡异生物不是很多 无尽岁月前 这里像是爆发过惊世大战 毁掉了太多 随着深入 整片世界都像是缩小了低矮了 游浩瀚无银 想地窟过渡 很古怪 变化的很突兀 刚才还世界无边大呢 下一步一脚落下去 就进入地窟世界了 无光中的男子步履坚定 一手提关一手持终 遇上阻拦者 什么话也不说 上去就是战 不打抱不收手 他沐浴不祥之血 穿梭诡异大雾 沿着门后世界的浑河巷里走去 想要看到终点 有人叹气 前方的地窟中 岸边上有一座建筑风格很粗糙的石头殿 像是外行 随便堆研而成 在那石头殿中 盘坐着一个老迈的佛族生物 虽然都只剩下骨头架子了 连血肉都没剩下几片 但却金光大盛 如同一片佛国笼罩此地 堕落佛族 无光中的男子并不止步 依旧向前走 并且举起了铜棺 准备轰杀之 佛族老者开口 前方不可济 当年有三位天地打抱此地 浑河几乎断流 干涸 但是也因此而激怒了恶土最深处的几位 不可描述的存在 在这里爆发无言可恕的一战 关乎着逐天万界的持续太惨烈了 导致了此地逐渐在岁月中变异 你不能前行了 我是好意 也曾属于阳间 虽然被污染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彻底失去本心 我看是恶土中的生物坐不住了 怕我削平此地 让你这堕落佛族出言猛骗 说话节 无光中的男子再逼近 并且出手了 打中一阵哄的一声 中波横扫前方 那老僧虽然很强 但是依旧被打得半截身子炸开 石头垫鱼一跟着爆碎 这时白光一闪 一只白乌鸦从那地窟深处沿着浑河飞来 出现在此地 或许更确切地说 可以称之为白鸭 它的阴气很重 虽然通体雪白 但是没有一点圣洁气息 其瞳孔如血 映照着诸天坠落 渐渐回去的画面 第1947集 年轻人 年轻人 还是直步吧 有些旧事不能重提 有些旧路不可再走 前方封印已久 你若是踏足过去 会出事 无论是你们一方 还是魂和恶徒深处的一方 都不愿看到 死鸭子 你在威胁我吗 无光中的男子无比的强硬 根本就没有止步的意思 还是在大步向前走 我看 当年所谓的最后一关 没有被打爆 多半是谣言 其实这里被凿穿了吧 是不是大猫小猫 没剩下几只了 今天要被我再次掀翻 白鸭叹气 沈爷 最后他想了想 织步吧 这样对双方都好 不然的话 诸天坠落就要开始了 一切都因你而起 直到了这一幕出现时 在无人可挡魂和恶徒 尽头的屋上存在 因为当年的人都不在了 无光中的男子大步前行 死鸭子嘴硬 你们应该都快死绝了吧 对面 诡异而阴森恐怖的白鸭 难得的表情一致 有种要骂人的冲动 这他们哪来的后背小子 狂到没边了 说话更是 忒不中听 什么叫死鸭子嘴硬啊 你如何才能直播 白鸭强调 他只是不想现在就看到 诸天坠落万界坠血 所有天地彻底崩开的最终结局 无光中的男子低头看了一眼 右手心中有一片烂淡的桃花 他知道终究是无法挽救了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 想要试一试 哪怕留个念想也好 然后他开口了直接提条件 轮回福祉 给我来一百张 对面白鸭实话多少 他怀疑自己没听清 死鸭子你老了吗 这都听不清 一百张 无光中的男子喝道 白鸭气得直接想翻脸 一是因为对方那称呼 与呼和他 不往今来诸天万界 有几人敢这么对他说话呢 此外还因为 无光中这个男子太没谱了 他要多少符纸一百张 只想一笔买卖吃千古吗 对了 我要的是与独断万古 那位有关的符纸 可以在主轮回路上用的祖符纸 不要你们自己弄出来的那些太脏 这白鸭虽然绝是兄弟 但是现在真的是忍不住了 有股想骂娘的冲动 你要谁的 还要一百张 楚风一路向北 横渡数百周 偶尔还要贯穿特殊的混沌地界 终于赶到阳间最北之地 这块地方太特殊了 便是没有五丰子做官 也是生人物尽之地 起初还好 大地上也有人烟 但是随着翻过一片血色的山岭后 便彻底都不同了 整片世界突然安静 像是死地 没有声音 没有生物 整片天地都无声 全世界只剩下肃杀之气 仿佛万灵 寂灭了 血色山岭后 打地 也是一片赤色 相传 这是无上生林的血液染红的 发生过终极大战 而五丰子的师门来历 颇为神秘 很复杂 据说 莫名在这片死地中崛起 成为北方最可怕的究极道通 有人说 这一脉的鼻祖 是在这片血色的寂静之地复苏 有不可揣夺的来头 也有传言称 该脉之祖 已死是从天地藏坑冲爬出来的生物 坠入阳间最北之地 所以染红山川 化生机勃勃的浩瀚江土 为寂静此地 不管怎么说 这里都是极其的神秘 亦很诡异 哇 终于踏上这片土地了 最北部之地 很妖 也很恐怖 楚风感受到很不同寻常的气息 山岭这一侧还有人烟 可是翻过去 便仿佛踏入了冥界 来到了冰冷的冥土 当然 也有人说 这可能是五皇闭关所致 从史前做死官到现在 他吸收了太多的生机 导致这里异变 事实上 五皇的一些弟子门徒 都是在他于金氏复苏后 被召唤到此地的 无声无息 楚风一步迈出就是山川道转 像是缩地成村 广袤的大地出现在身后 他的速度太快了 我 下不去车了 子鸾都快哭了 简直是生无可恋 在他看来 人贩子疯了 你这是要做什么呢 五皇仪系正在满天下找你的下落 要收割你呢 结果你却自动跑来了 万一碰上老怪物遇上个大能 或者干脆五皇回归 那画面简直不要太气美 估计到时候死都没法死 但是却更凄惨了 子鸾碎碎念真想哭了 到了这片有魔性的北方大地 楚风也不敢直接横堵虚空到地头 而是谨慎的接近传说中的五皇道场 他怕出意外 毕竟这一脉无比恐怖 亦非常神秘 总有各种各样的可怕传说 万一真的涉及到某个大藏坑 一定会很要挟 从里边爬出的东西 谁知道都留下了什么呢 便是五疯子不在 也还是得以小心为妙 你如果稍微强一些 我在半路上直接扔下你就好了 可你这种状态 随便窜出之狼神王 跳出之狐狸精 都能一口啃了你 连毛都不剩一根 子鸾无语了 这话可真不中听啊 他现在不算弱了 来阳间这十几年突飞猛进 比以前强大太多了 不过 想到楚风抬手就能劈死天尊 他也的确生出一股无语感 阳间广阔 高手太多 山野中都有神奇 对他来说确实充满了凶险 楚风将他塞进石罐 行了 你躲在罐中吧 结果 刚被扔进去 子鸾就炸毛了 惨叫着冲了出来 在他身后悬浮着一张血色面孔 镇压 回去 楚风低贺 这是他在太上禁地意外接触一丝大雨激花粉 而导致的不祥异变 当时他依然站出体外 他一直没有丢弃而是封在罐中 起初还很危险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他已经能初步控制 尤其是轮回土 对这诡异的产物可克制 这团血色不想产物最终沉寂 躲在轮回土下 不再动弹 楚风一直觉得 以后能够用到他 眼下不想直接舍弃 这时他穿过浩瀚血色大地 依照地气 感知极北之地的各种生机 终于找到了五疯子的道场 这里号称是绝地 但是在这片道场外围 居然也有城池 又出现人烟了 他不理会 迅速地进入那片 让人感觉无比压抑的绝地中心区域 这道场有点荒凉 楚风深感诧异 当然 那种让机体绷紧的窒息感 也很浓郁 此地极其危险 前方就是自始前时代 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 死地的五黄道场 过去没几个人知道这地方 当时五黄复苏后 这里才传遍天下 光吐吐的 没有草木 没有大川 到处都是岩石 到处都是赤地 可以称之为不毛之地 不过走了一段路后 他顿时露出金融 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荒芜之地 没有道场气运的山地 都然间令人机体都要炸裂了 汗毛倒数 前方 一座破落的匾额 绿绣斑斑 青铜材质就那么处在地上 半靠在一块青色大石上 上书三个大字 南天门 口气太大了 居然敢这么刻写 这里是所谓的南天门 岂不是说道场深处就是那 阳间之主 七居之地啊 第1948集 楚风看了又看 这童秀间的字虽然很古老 但是他的确认识属于阳间的古字体 应该不是从明山大川底下挖出来的 而是五峰子一脉自己写的 不过岁月有点久远 该不会是该叫当年的鼻祖课写的吧 站在这里让人感觉真扎般难受 一般的天尊都有些受不了了 楚风没理会 他动用长御手段 探测安全路径 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 向这片大地深处走去 总体来说还算顺利 没有遇上阻碍 主要是五峰子的道场太广袤了 再加上人的名树的影 世上无人敢轻易踏足这里冒犯武皇 所以该迈也没怎么在意外部区域 不担心谁敢来作死 不久后 楚风见到了生物 这片区域还是很危险的 前方有了风手 在空旷的血色大地上咆哮 这让他露出凝肿之色 那几头骨兽头颅破烂 浑身都冒出腐臭的气息 在血色的平原上奔跑 有神王境的 也有天尊境的 还有一头疑似是大能的遗骸 被炼成傀儡 在这里游荡 寻手道场 楚风没有去招惹 施展天师级的场域手段 有惊无险的越过这片区域 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时他才真正进入一片重地 在这片区域有浓郁的生机 有不少洞府坐落 更有悬浮在半空中的电鱼等 五丰子的弟子徒孙等 有一部分就住在这里 楚风自语 我这算不算是作死呢 马上就要进空巢老旧级的 住巢穴了 他早已用轮回土 将自己全身上下都忽延似了 不漏一缕契机 他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按照老谷所说 他大哥黎达当年曾满天下的找浑肉 就是这轮回土 可想而知 这东西多么的吸震 有大用处 其公用处风目前还没有彻底弄清楚 但是遮蔽天机 封锁自身的形体 与道狠等 那是至高级的 无声无息 楚风没入地下顺着地脉 如同鬼魂般飘进了道场深处 该道统治是有恃无恐吗 楚风惊讶 武皇道场内有场域 也有绝杀之地 但是并未如想象中那么不可临近 也对 如果成为森罗地狱般的所在 他那些徒子徒孙也受不了 没办法在这里生存 他看过地脉走势后 渐渐放心 事实上 武皇一脉强大的是人 而非帝是 该教一向霸道 每次出使都征讨天下 图门灭派 他们信奉的是进攻 从来都不怎么太在意放手 因为他们相信 进攻就是世间最强大的防守 此外 只要武皇还活着 就可以镇压天下 有几人敢来撒野呀 真要是有人敢来 也不是所谓杀法场域能够抵挡住的 比如 史前大黑手黎达 尤其是 当黎达绝命于史前时代 改派就更加可怖了 自此 肆无忌惮 动辄就会血洗一方不朽的传承 比如 史前时代无比强大的孟古道 就被他们生生击溃 血洗了个干净 全教剩下几乎没逃出一个人 孟古道就是小阴间大梦净土的源头 也是秦洛音的前使身 天下第一利人 清师仙子的师门 这个道统 号称天下最强传承之一 掌握有史前十大究极呼吸法中的一种 结果还是被灭了 当然 这也跟该教祖师寂灭 踏上轮回路有关 虽然 该教的祖师最终从轮回路回返 可谓是逆天而行 展现无上大神通 想要挽救孟古道 但到头来 五疯子亲自动手 发狂攻击 还是将孟古道祖师给打爆了 史前拥有十大究极呼吸法之一的 孟古道覆灭 从阳间除名 这着实是震惊千古的大事件 五疯子之狂之霸道 双手沾满血腥 当年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无人可挡 而这只是其中一则战绩 还有其他 武皇一脉当年横行天下灭了不知道多少个道筒 若非五疯子突然做死官 沉寂了千古 还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流血大事件呢 楚风来到阳间后 曾经和老谷去过孟古道 曾亲眼目睹了一些旧式浮显出的烙印 说起来 五疯子疑心灭了我孩子他娘前世的道筒 我这次来也算是 帮忙收割一部分利息 当然他早已明白 现在的秦洛音已经觉醒 青狮仙子的记忆 已非完全是他 与他很难再有交集 楚风像是一个幽灵般 无声无息的 在这片广袤的道场中游荡 这地方真是太大了 有些地方光秃秃 有些地方则掀气浓郁的化不开 生机枉盛 你们霸道 你们张狂 这样才好 信奉以功为首 今天反倒是方便我光顾了 楚风 避开了一些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哪怕五疯子不在 其亲传弟子进出的情况下 这片地方也极其的危险 比如 某口寒潭附近 居然有大能的骨架坑坑洼洼 这是被那里冒出的黑雾 寝食的血肉 连骨头都要瓦解了 还有一块药田 有一头骨瘦等街高的惊人 虽然一副浑恶的样子 但是绝对是大能极中的顶尖者 那块药田 具有强烈的辐射性能量 对于许多人来说 是致命的污染源 当然 对于能够承受它药性的生物来说 那里就是净土 是天仙药脯 像那头大能极股兽 都辐射的魂恶了 可见多么的惊人与可怕 楚风眼睛都绿了 盯着那块药田 看了又看 最终没有下手 总觉得这是个试验田 不仅是究极药草 辐射的缘故 他认为多半还涉及到了 人为撒下了一些诡异物质等 在尝试培育新品种 在栽培变异的无敌药草 他曾听闻某些纠集生物胆子很大 为了做突破等偶尔会利用诡异与不想等 浇灌药草进行观察 楚风怀疑这多半是武疯子让嫡系弟子帮他做实验用的 我要不要指导黄窝呢 他想去武疯子的座官地 那地方多半有无上武经 或许包括时光树等 绝对是逆天之所在 自他进来之后 他就知道那地方在哪 因为辐射太严重了 都与众不同 而且一片黑暗仿若田园 火山冰雪平原 在那片黑暗之地应有尽有 各种极端的地形组合在一起 最深处无法望穿 唯有黑暗以及浓郁到大能都远远承受不了的致命辐射 楚风叹气 太危险了 但是他没放弃 隐匿踪迹 谨慎地接近那片区域 同时也在探查 想要找到这片究极道场的大药园子 那些地方有些不同 居然是跟武疯子的座官地并列 远高于其他楚 楚风接近黑暗区域后 忍着强烈的辐射 看到了另一侧的奇异之处 一片安静之地死寂无声 甚至隐约间可见那里的地是比武疯子的座官地还要高出一些 当然 武疯子座官地黑暗深处到底如何是看不到的 最让人吃惊的是 看不止 那里像是一片朝圣之所在 了不得的地方 楚风临近 这是一座岛屿在岩浆海中 很诡异 即便是鲜红的岩浆海没有凝固 再起伏也无声息 让这里显得格外宁静 不简单 在远处时会让人忽略这片岩浆地 只看到那座岛屿到了近前后 又迅速让人忽略岛屿 只叮嘱了岛上的一座石殿 第1949集 楚风登岛 他就感觉到了异常 有辐射残留 是极其古老时代以前留下的 至今还存在些许 一瞬间 他神色凝固 怎么感觉这种残留的辐射很不简单呢 哪怕是漫长岁月过去 还能够让人觉察到他惊人的等级 留下辐射的生物 全盛时不见得比五蜂子弱 这是楚风的感觉 这地方太邪性了 一切都很顺利 除去残留的辐射外 没有其他阻碍 而他身上有轮回土 这种衰竭后 只剩下丝丝缕缕的辐射 对他不至于有伤害 没有一人守在这里 岛屿不当 净若一幅古朴的画卷 等到后 楚风接近石头电雨 绕着走了半圈 结果瞬间眼睛发直 在石头电雨的后方 有一片破败的园子 像是无尽岁月前遗留下来的 缺少人管理的药田 那里有些腐朽的药草 有些破烂的古树 还有强烈的辐射 这是好地方啊 楚风猜测 这有可能是有究极药田 不过废弃了 很多年没人打理 但是对 他绝对有大用 他口水都要哗啦啦的流出来了 只是不知道 能否顺利挖掘 毕竟 沾染上究极二字后 那就是吓人的东西 辐射是致命的 那较为荒凉的药田中 隐约间发光 在腐朽的药草间 有淡淡的药香 他看到了什么呢 一枚果实 半掩盖在缺少生命契机的草木的下方 楚风猜测 不败的果实 究极一果吗 但是他没有轻举妄动 荒废的究极药田 恐怕没那么简单 随后 他转向石殿正门 透过半开的石门 他看到了里面的景物 辉红的石殿中 居然只有一座祭坛 殿中再无其他摆设等 这座殿宇 不过是为了给祭坛 遮蔽风雨 阻挡沉沙所用 祭坛上有东西 一具骨架 它具备已部分人形生物的特征 但是还有不少部位明显不同 比如有一股 鹅骨有个洞 应是树岩所流 骨架雪白但无光泽 也没有什么辐射 以及能量波动 可它摆在了祭坛上 这是什么生物啊 有什么来头 所在殿宇与五丰子的闭关地并列 绝对不同寻常 可是呢 无论楚风怎么看 这骨架都太普通了 为什么没放在祭坛上 是在向谁献祭 还是说这不是祭坛 而是祖坛 而是在供着此骨呢 楚风有种感觉 这具骨架了不得 他决定想办法给弄走 回头试试看 能否炼气 甚至他产生联想 这该不会是五丰子的师门长辈吧 可是为何毫无危险呢 感觉已经沦为反骨 若真是纠结骨 必须要练成兵器 不 为了给孟骨道出口气 我或许应该拆走几根骨头去喂凶手 不过 什么凶手能咬得动 纠结骨呢 楚风在转动着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 一时间 他居然想到了那只黑色的大狗 这种疑似纠集生物的骨头 若是喂那只狗 他会吃吗 估计也就他能咬动 当然 这都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他并非真要那么做 只是恶趣味的想一想而已 可是 天外却有巨兽在狐疑坐卧不安 因为莫名的伸出感应 该死 无尽遥远之地 也不知道是哪处天狱的虚空中 一只黑色大狗阴沉着脸自语 最近总是有人在念叨本皇 饶得不得安宁 他自然想到了黎达 不久前曾提及他 说是曾被黑狗血淋头 此外还嚷嚷着要打爆一群人的狗头 当时他真想下去咬死那群人 都不是好东西 这时呢 他又有感应了 绝对又有人在念叨他 让我牵动因果之线 看一看谁敢对我动歪心眼 我弄死你 黑色大狗虽然很苍老 缺少精气神 但还是一副很凶利的样子 撕着残缺的大牙 然后他就付出行动了 有古怪 那人修为不强 但身上有了不得的宝贝 遮掩了天机 我竟然一时间难以沟通 因果线波动他 大狗露出意外之色 然而 此时的楚风却是吓了一大跳 那只狗认为没有第一时间找到他 可是他这里却出现了大黑狗的模糊身影 正刺着残缺的大牙呢 凶器滔天 力气盖世 楚风想诅咒 刚才他只是在心中念叨了一下而已 就真的将这只狗给招来了 什么情况 他也不禁念叨了 这就应验了 事实上他不知道 都是黎达惹的祸 黎黑手在星空深处大战武皇等人时 曾扰动了这只狗 引发他将目光不时关注此界 所以当下比较敏感 还好 楚风身上有石块 这只狗现在找不到他 若非是当初在第三方战场时 这只狗与楚风有过交集 并留下了后手 也不会在这里显出模糊的身影 楚风不知道 还以为他早已觉察呢 所以他很无语 也很无奈 难道你还真要降临了 要吃这骨头啊 罢了 都给你 喂狗吧 他直接动用场域手段 搬运这具骨架 准备扔进大黑狗正张开的血盆大口里去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安要出大事呢 武皇道场中有人独疑 一位大天尊起身四处探查 结果并未看到什么 可是他还是觉得不妥 凭着一种属于爵士大天尊的直觉 他最终将目光投向了沿江海中的一座岛屿 他倒心冷气 该不会是那里要出问题了吧 难道是 随后他一阵激动 那片地方无比神圣 对许多弟子来说那是净土 是圣地 高不可攀 因为有武皇师尊的盗骨 相传 武皇的师尊并未死去 有一天可能还会归来 再次复苏 按照某种说法 武皇的师尊 一身精气神与血肉精华等 离开了阳间 当年绝对未死 以自身道骨为阳间坐标 终有一天会回返 他震惊了 难道祖师要回归了 此时楚风也震惊 因为隐约姐 他听到了那只狗的诅咒声 说最近总被人不断打扰 如果让他发现的话 非弄死不可 刚才 他其实还没发现我呢 可是他已经出手了 将那具骨架扔向了狗嘴里 现在 收手都来不及了 他觉得好像弄错了什么 为什么狗啊 这似乎是砸了武皇的锅 也惹毛了大狗 闯下了弥天大祸 他想牵引骨架给弄回来 大喊着回来 可是已经办不到了 武皇到场内 一位大天尊手脚都在略微的发抖 嘴唇都在哆嗦着 喃喃着 祖师 要归来了 他实在太激动了 甚至可以说是无比亢奋 在他看来 没有比这影响更加巨大的事件了 他几乎想大叫出来 若是这位祖师回归 他们这一席会强到何等的地步呢 身为大天尊 自然是了不得的人 号称天尊领域中的无可匹敌者 真正是同阶中领军生物之一 杨坚也唯有少数几个可怕道统 才能培养出这种同级不败的恐怖进化者 祖师 您这是又一次实现生命的跃迁 踏上归途了吗 要与道骨合一 这天下还有谁是你的对手 大天尊他颤抖着 神觉敏锐远胜其他人 目前只有他觉察到那不同寻常的一缕波动 第一千九百五十几 他也有师兄弟 而且他身边就有几人 在大能进出的情况下 这些人正在与他一同镇守在要地 在场的人都听到他的话语 皆猜测出发生了什么 什么 祖师回归 你在说什么呀 哪位祖师 那倒是悟皇的亲世尊 刹那桌里炸窝了 但是他们却又不敢大声喧哗 全都睁大眸子 发出压抑的低吼声 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波动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那位沉寂了快一个纪元了 还能复苏还能活着 从界外回来 简直不该想象 他到底多么强大呀 要知道当年他就是为了极尽升华 才踏出那一步 都说会就此一生 被绝世强者认为 算是从此人间除名 因为他走上那样的路 踏出那一步后 就算是涌迹了 跟死没什么区别 古往进来 就没见过有哪几个人 还能复苏的 还能活过来的 这也是一条死路 只有看不到希望 没有其他选择的人 才会迈出那一步 有人兴奋的想扬天大笑 但却使劲忍着 怕惊扰祖师的回归 这片道场中的生灵都被惊动了 全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武皇之师 传说中的存在 要从那片莫测之地回来了 这里大多都为中高层次的进化者 动辄就是神奇奇数以上的生物 所以动作都很快 开始射烂焚香郑重祷告 更有人泼水净土 构建七色祭坛等 所谓的泼水 那是神叶 落地刹那 金霞翻涌 虚空中莲花成片 祥和而圣洁 他们迅速准备 摆放玉石桌案 铜炉玉顶等 在那座岛屿外排满 烟雾鸟鸟 于道和鸣 一群人黑压压的跪了下去 静后祖师出关 这种仪式很严肃也很神圣 武皇道场内但凡有一定身份的生物都来了 跪在地上低声祈祷 见证奇迹的一刻就要到了 祖师回归 批你天上地下万古无敌 神域争风 一群人激动 低声吼着 见证无上神话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上至大天尊 下至神级生物没有一个不兴奋的 他们这一脉 注定要崛起 或者成就无上伟业 当为此事至高霸主统于六合霸皇 不动剧烈了 祖师这是定位好坐标了 我甚至能感觉到 祖师的道骨在清产 在与大道相合 接引真身回归 大天尊开口 一脸崇敬之刺 数次叩首摸拜祖师 唯有他神觉最强大 格外的敏锐 能够感受到一些特殊的波动 而其他人还不行 毕竟那座岛屿非常特殊 隐藏在岩浆海中 此外还有石头电雨镇压 不屑气息 即便是楚风在登岛前 都没有特别的发现 直到临近 才觉察到祭坛与遗骸骨架 有人喊道 圣祖 万寿无将 遗兽一纪元 不可喧哗 恭敬一代 一群人敬畏着崇拜着 等待无上的史前祖师降临 要亲眼目睹奇迹发生的那一刻 岛屿上 石头殿中 楚风一脸诡异之刺 他听到外面的杂音 眼神都绿油油了 实在是没有想到 骨架来头这么大 五疯子的师父 还真是啊 在这之前 他也是大致有些猜测而已 可并没有什么证据 无法肯定 现在一切都确定了 他将五疯子的师父喂狗了 而外面的那群人 却还在欢呼 还在振奋 还在期待 等着见证 祖师回归那一神圣时刻呢 他们要是知道 现在发生了什么 要是一会儿看到 一只狗砍着那句 倒鼓骂骂咧咧 会是什么表情 会原地爆炸吗 石头殿中 祭坛上方 那只模糊的黑色兽影 真的很庞大 缓缓逼近 血盆大口中 前一具白骨架落下 巨兽不是一步到位的降临 而是探索着 逐渐的凝聚成形 其实 楚风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在尝试挽救的 想将那具白骨架 给弄回来 毕竟 现在确定了 这当真是 五疯子之师 这要是败露 别说外面那群人要爆炸 估计五疯子 都可能会 气到炸里 然而楚风失败了 自从扔出去后 那血盆大口 就像是口黑洞般 前引 倒鼓 缓慢坠落 根本就抢不回来了 要知道这才跑出去 楚风记得想吧 肉包子打狗 进了狗嘴里的东西 果真是有去无回 他的确想 稀释宁人 不想闹出太大的动静 现在还不想与五疯子死磕呢 再说 他这次来此地是为了掏空巢 老纠集的窝 夺各种造化 结果这算什么事啊 他一脸正气 我已经尽力了 表示这件事与他无关了 与外 不知道哪层天狱中黑色巨兽 张着血盆大口 刺着残缺不全的犬牙 恶狠狠地道 还敢跟我抢 落到本皇嘴里 你还想逃吗 从来没听说过 被本皇选中咬住的东西 还能逃走 他自然感觉到一股足力 那猎物想挣脱 但是凭他之威名 天上地下谁不知 凶残之名 射天下 对强者来说 都是如雷贯耳 他名正古今 落在我嘴里 你就老实待着吧 他张狂地 在某一层天狱中大叫着 他以为咬住了那个冒犯者 之所以这么费劲 主要是相隔太遥远了 他身在阳间外 此外他苍老了 血气近乎干枯 昔日之大战伤到不行 某段时间都接近油锦灯枯了 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他被人念叨 分化出去诸多虚身 在四面八方探索 他牵引出楚风这里的一根因果线 不过是其中的一道虚影 力量过于分散 形体模糊不清 不过 现在他闭合了嘴 咬住了猎物 还是由于过远 以及虚影过于模糊的原因 到现在他还不知道猎物是什么呢 不然 估计早就吐了 因为他从来不吃人肉 这也是规矩 也是底线 他自幼开始 先后追随过的几位无上强者都是人族 楚风看得牙疼 那只大嘴叼着道骨 咬出了大道火花 嘎吱嘎吱作响 看着他都跟着一阵牙疼 情何一看 他能想象那些场面 无论是武皇还是这只大狗 最后知道真相后 估计都会五脏如焚 暴跳如雷吧 或许这都说清了 不管这些了 他时刻准备着 只要开始大乱后 他就去行动 横扫武皇道场 什么藏经阁 什么药田 只要能撼动的都搬走 反正这群人都聚集在岛屿外 正好那些地方都空了 天赐良机 不会惊动任何人 祖师回归 古今无敌 成功迈出那一步 开古今未有之局 打破终极路 拓展更强无伤道 强大到楚风这个地步 五感自然强的离谱 那群人如此激动与兴奋 怎么能瞒过他的灵觉呢 这时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外面那群人沸腾过于高调了 都开始喊口号了 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 的确有志强者在降临 在回归 正在与祖师的倒谷归一 现在他们欢呼 也不会影响到祖师了 楚风无语 一会怎么收场啊 他都在替那群人着急了 同时他也有些神色不自在 难得的 不得劲 第1951集 真不是我故意的 谁知道心中念叨那只狗 他就应验了呢 无声无息 他出了电雨 开始挖土 石头垫后面的那块药田 很诡异 很安静 所有药草都枯萎了 但是此地明显很一般 几乎是瞬间 楚风就打了个冷颤 太不祥了 太可怖了 这土有大问题 他直接全都给扔了 火眼金睛爆射 盯着这片药田 辐射依旧很可怕 但这不是重点 危险来源于土质中的一些细微的小颗粒 与土壤凝结在了一起 纵然那些草木都腐烂了枯萎了 他们留下的花粉还在 并未溃灭 并未烂掉 花粉 太不祥了 给人以极其危险 要大祸临头的感觉 这土壤中的花粉 不是什么好东西 处分寒生说道 一整块药田 都被污染了 还是说 这其实是大雨极花粉 本身就代表着不祥 会让人不可名装 现阶段 楚风不想接触这种东西 管你是什么东西 楚爷从不走空 既然来了 自然要有收获 他动用场域中绝顶手段 没有触及任何草木 土制花粉等 将那枚掩藏在腐烂植物下的果实 采摘了过来 大雨极果实吗 楚风不知道 还是说 是某种不败的果实 可炼体 可断精神等 他也不清楚 无法确定 这口果实圆润如鲜丹 通体蓝油油的 晶莹透亮 芬芳扑鼻 农香让人的魂魄都要离铁而去了 很特殊 哼的一声 楚风直接给封印在玉盒中 当然 盒子中有许多轮回土 这是阵风磁果的主要物质 差不多了吧 一会儿大乱 我就去收割各地 什么经纹 什么大药 别让我看到 不然都姓楚了 这时候 那只黑色的大狗终于将形体凝聚得差不多 叼着道骨 将石头垫给撑破了 缓缓浮现在半空中 岛屿外黑压压一片 一群正跪在地上顶礼膜拜的进化者 全都目瞪口呆 便是强如大天尊 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一只黑色的大狗头 方头大尔 同龄大眼 胸起滔天 正咬着他们祖师的道骨 缓缓地向天上而去 住手 住嘴 放开祖师 松嘴 岛屿外 岩浆岸上 一群人要炸了 全都难以置信 短暂安静后 是成片的喝齿声 不断的咆哮声 大天尊又哆嗦了 其他人也都颤抖 双唇打架 不过这一次不是激动的 兴奋的 而是气的 惊怒的 这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难以置信 说好的祖师回归呢 想象中的无敌姿态降临呢 怎么会成为一只狗的狗粮 一群人在惊怒的同时 也在恐惧 他是谁啊 哪里来的干事妖魔 居然敢吃祖师 这绝对是非凡生物 不然的话 怎么敢如此放肆呢 古往近来有几人 赶来武皇道场搅闹 楚风也在咧嘴 这事儿果然闹大了 不过他可不会去管 转身就走 趁乱消失的无影无踪 去藏经阁 去药田 去洗劫 不 采购 吴光明正大 他自语 意义正言辞 他跑了 这座祖师岛大乱 狗腰 放下祖师 祖师啊 你好可怜 你在哪儿 你快回归啊 复苏过来 有狗在吃你的稻谷啊 武皇在上 至高午生的您 快回归吧 有人在道场中作乱 有只狗 他 疯了 此地一片大乱 虽然众人很恐惧 这只狗 感觉他不可揣多 但是也有部分人不畏死 打吼了起来呼唤祖师 甚至有人想要冲过去阻止这一切 救下祖师 留在这个世界仅有的形体 道骨 无尽遥远的界外 黑色的大狗 刺着残缺的大牙 眼神极其不善 他又生出感应了 有许多人明目张胆的 对他露出恶意 很是不善 就在他那道虚深的附近 他投影关注 分出更多的精神 杜尔什听到了诸多的声音 什么狗妖 喂狗 狗粮 狗蚁 疯了 听到这一些后 他的一张大黑脸 杜尔什沉了下来 谁他们疯了呀 是你们疯了吧 敢这样如此亵渎本皇 他大吼着 我咬不死你们 然后 由于格外关注 且虚身欲翻凝实 他终于感知清除雨 透彻了 他嘴里咬着的是什么玩意儿 我 他一声大吼气的 口鼻冒白烟 嘴里是什么鬼东西 一具长翅膀的人形尸骨 太恶心了 大黑狗吐了 这要是活人也就罢了 咬也就咬了 毕竟当年没少咬 甚至连天地在成长起来前 也经常被他追着咬 至今提起来都是霸气冲销 可眼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死人骨 他吐了 他觉得自己没那么重口味儿 祖师掉下来了 祖师坠落了 一群人惊呼 就要冲过去接住 黑色大狗吐了几口后 同龄大眼瞪着 越想越是心中不舒畅 撕着牙 落在本黄手中的东西 还没有放走一说 死人骨头又怎样 照样带走 因为他感觉出来了 只是道骨 品质 还算马马虎虎 他现在虚得厉害 或许能带走当柴火烧 用烧出来的能量大道符号 滋养老黄身 金不比往昔 凑齐 凑齐 他一口又给叼走了 祖师 我知道他的来头了 是传说中那个狗黄 终于有人想到什么脸色煞白 隐约间知晓了这只狗的根脚 毕竟是武皇一戏的人 道统超绝 远胜阳间其他传承 这里的人了解很多隐秘 知道不少消逝的古老大事件 一定要禀告武皇 有人低吼早已是目次欲立 迅速焚香祷告 想召唤武疯子回归 啊 妥了 楚风在远处咕弄 但是 多少有点心虚 这次可是全都让这只狗给背黑锅了 到时候闹出的动静估计 不会太小 与此同时 混合尽头门户后的世界中 也有人在琢磨 想要找人背黑锅 既然要弄大事 自然还是找人共同分摊伤害 更好一些 界外呢 先后有生物在狂打喷嚏 祖石被狗叼走了 一声淒厉的惨叫 划破武皇道场的安宁 越过赤山黑水 在整片天雨下挥荡 惊扰了北方苍茫大地 楚风不用看 也能够想象身后的场面会有多么的爆炸 主要是前不久 武皇门徒太高调了 那时 武疯子的徒子徒孙 一个个身材飞扬意气风发 就差敲锣打鼓 欢歌笑语 普天同庆了 结果 却供应出一只通体乌黑 毛都快掉光的大黑狗 在那里骂骂咧咧的 享用祖师盗鼓 异常饕铁盛宴 前后对比 那画面不要太美了 这群人都要欧蟹了 之前 泼水进阶涉案 焚香黑压压跪了一地 顶礼膜摆 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一群弟子门徒 像是红眼病一般 双目冒血光 范赤霞都想杀人了 当下之情景 简直是不可原谅 不能接受 该死啊 这是在亵渎圣祖 拦住他 留下祖师骨 祖师 喂狗了 狗粮 第1952集 武风的依稀人马彻底乱了 一群人恨不得一头撞死算了 这是在考验人的精神承受度 绝对地狱级的让人受不了 强大如他们 也感觉要犯心脏病了 今日 祖师被狗拖走沦围 这也是要闹出千古的笑话吗 这画面 刺激的许多人手舞胸口 众人焦躁 这要是传出去 天下会如何看他们 祖师竟沦为狗粮 开什么玩笑啊 一群人都疯了 此刻 楚风心情大好 不要太舒爽了 宛若要雨化登仙版 感觉都快飘起来了 这么片刻间 他已经光顾一座宝库 除去各种兵器 诸多神秘宝物外 他还 学摸到一块木巾 黑乎乎的宛若大冤 吸尽周围之光 若是黑暗木巾 很吸震 回头他可以融进金刚镯 让他更强 很快 楚风盯上一座 熔炼了部分清洁石的门户 连着一座地宫 他费了一番功夫 才开启 一闪而入 楚风的眼睛贼凉 这果然是一片藏经地 书架成牌成片 经书一堆又一堆 有些摆放得很整齐 有些则散落在地上 比较凌乱 随便捡起一本 封面写着天极诀 这是一本极法 无需兵器 以修能量符文为主 稍有所成后 手中就会自显能量天极 很凶的一门秘书 并非五丰子一脉的正统传承 难怪会被随意的放在这里 楚风猜测 这座地宫应该是存放战利品的存在 各种典籍 或许都为超家灭门后所得 这一本是 五行神光 虽然算不上绝世秘典 但也很不错了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从书架上随意抽出一本 就是这种秘籍 翻找了一圈后 楚风心中有数 知道了这粒藏书的价值 他一点也不挑剔 收装包园全部带走 这对楚风来说 都是进化的营养物质 全是有意的补充 他来到阳间 需要这种非常系统的经书去观摩 他不缺少究极法 身上的倒影呼吸法 就是他的根基 然而万物皆有灵 诸法皆有道 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参照 以他人之法为火 淬炼自身之道 最终才能踏出自己独特的路 楚风早已有这样的觉悟 开始有意识的收集各种点集 到了一定的层次后 需要这样的基点 哪怕不主修甚至不去学 平日翻阅下这些经书也好 楚风的下一个目标 是一座地上建筑物 以密金铸成 通体都有秩序符号闪述 一看就是非同一般的重地 若非有人匆匆离开 去公营祖师回归 没有彻底关闭此地 楚风还真要耗费很大一番精力 才有可能开启 他稍微驻足 就顺利的闯了进去 这地方不简单呢 楚风露出郑重之色 这里有不死呼吸法 是一门很高深 与富有盛名的传承 来自阳间的不死鸟一族 一块黄骨很古朴 上面有许多微小刻字 并沾染着丝丝凝固的暗淡发黑的黄血 残血 这足以揭示出一些线索 昔日 为了得到这种呼吸法 必然伴着各种血腥画面 楚风在三方战场与炼成七死身的 五疯子一戏的传人 历尘天战斗时 对方便动用过皇族妙述 那时就有人说过 武皇曾亲手灭掉不死鸟族八成以上的强者 夺走传承 现在无疑进一步证实了 这可是好东西 皇族呼吸法称之为绝世秘典 并不为过 他迅速研读 不禁动容 这篇呼吸法 最起码能让人进化到大能层次 价值惊人 总体来说 这算是残缺的法 不够完整 料想不死鸟族当年有后手 并没让五疯子尽得经文 在楚风阅读时 这块骨头流淌火光 密密麻麻的呈现很多文字 傲益 精妙 绝伦 让他大受启迪 一时间 他跟着呼吸 运转 此法 口鼻间 尽是赤霞流转 周身一片火红 能量浓郁的惊人 精神也跟着呼吸 好东西啊 能壮大我的血气 磁壮我的骨骼 这是在吸水 除此之外 在不死呼吸法的后面 还记录着一些秘书 比如凤五九天 不死宴等 更有精神涅槃法 涅槃 出风动容 这价值就高了 可让人生命蜕变 甚至是死而复生 传说中的草木枯萎了又繁荣 凤老了又再生 乃是不是之秘 只涉及到精神 没有肉身涅槃法 看来也不够完整 但借鉴意义太大了 楚风很满足 没什么可说的 所有点击全部搬走 不说其他 单是不死鸟族的 这部分传承就值了 他以后可以常阅读 口诵这些经文 日复一日下去 便是一种不可想象的 重要基点 五疯子够狠 为了得到密点 手段血腥 差点就将不死鸟族灭绝 只有少部分族人 逃到海外去了 很快 他进入下一地 是一座封闭的空间秘境 在这里 各种石碑林立 记载着诸多庙法 这是给弟子门徒 闭关与误法之地 石碑上都是感悟等 并刻写有五疯子一脉的 许多秘书与战法等 楚风赞叹 的确了不起啊 这些记载十分惊人 其中价值最大的就末盘权 乃是五疯子第一系才能修的密点 可惜没有七死身 也无石光术 更没有五疯子的呼吸法 要想 那些无上的传承 都不利文子 都是以印记的方式赐语 避免被他人谋夺 流落到外界 即便如此 对楚风来说 这是一场滔铁盛宴 一教系统而具体的法 更胜过其他开阔了他的视野 让他大受触动 若非是在五疯子的道场 他都想 立刻的就地闭关了 顿悟惊人 他身形一闪 离开这片空间秘境 带走大量的法门 数为可惜的是 在这片广袤的地带 转悠了一大圈 发现所有的药田都有问题 不仅有强辐射性 还在散发不祥气息 五疯子当真是疯了呀 在做什么实验呢 将各种吸针药田都给污染了 他要主动融合诡异吗 楚风心惊 同时他也很无奈与遗憾 这些药田对他来说 等同于废土 显然 五皇的亲传弟子等人皆另有洞服 都在自家药田中栽种所需的药草 这里的药田没人敢用 不久后 楚风又找到一座地宫 这次让他心跳都加剧了 懒字惊叹 五疯子太狠了 当年到底杀过多少强者 才能有这样的收获呢 这里可不简单 甚至说有点逆天 他都看到了什么 书架上密点不多 但都是重量级的 比如大雷音呼吸法 这东西名气太大了 属于佛族布船外的绝学 楚风很早以前就接触过 不过那时他所得到的篇幅有限 但也收益良多 五疯子居然收集到手 想都不用想 绝对曾经暗中对佛族的民宿下过手 这很疯狂 这种事要传出去 一定会让阳间大地震 佛族 那可是阳间前三甲的族群 就是五疯子也不敢明着对上 天知道该族有没有上一纪元活下来的古佛 横族 道族 佛族 没人真愿意正面与他们为敌 己族的水实在是太深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第1953集 这么多年来 改是霸主 布施出 各领风骚数百万年 但最终证明都是过客 能留下几人 唯有横族 佛族等始终长存 李达当年胆大包天 敢对阳间排位靠前家族的老族长下黑手 窥探其无上法 想不到 无老小子也这么癫狂 楚风惊叹 丝毫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做什么 同样也很疯 接近大雨集 这是楚风在大雷音呼吸法后面看到的注视 按此法修行 做一种科底大雨集边缘 端的是绝是传承了 显然 这还不够完整 有缺漏 这是关乎一族兴衰的法 不是那么容易彻底得手的 有保护措施 但是这也足够了 正常的进化者 有几日能走到这条法的尽头 足够修行几世的了 大雷音呼吸法的后面 还有大日如来全 更有掌中诸世界等神通妙法 倒是颇为完整 这让楚风大开了眼界 眼底身处绿油油的 他很喜欢 都快大呼了 五疯子真是个好人 收集到这些绝世法 在很早的时期 少女夕就传给过他大日如来全 不过是残法 现在是完满了 什么呼吸法 不错 妙啊 曾经的前十大究极呼吸法之一 虽然魔族影响力大不如从前 但毕竟也曾辉煌过 必有独到之处 又一种绝世法呀 当然 这也是残缺的 但直抵大雨及边缘 接着 他又发现了 孟古道的呼吸法 已有损匣 当年 五疯子轰碎孟古道 斩杀那位不可名状的祖师 血洗该叫所有弟子门徒 震撼杨奸界 这些旧事 楚风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他亲自去过这个地方 也有过一些收获 他一路扫荡 各种秘书收获不小 六道建点 混元 真觉 羽化 深法等 简直要让人激动到发疯 最后他满足了 准备跑路 今天收获太大了 几种究极法 虽然都不完整 但若是参悟透彻也足够了 现在我已经算是万法在身 地运足以比得上一些非常古老的道童 解决了自身一个大问题 这很重要 没有谁可以凭空创道 写出自己的经书 所有强者都是站在前贤的肩上 参悟他们的法语道 这才能走得更远 楚风跑了 贼快 主要是他现在就要顿悟了 脑中尽是各种法 体表不由自主 浮现出种种符文 他迫切想找个地方体悟下去 他略有遗憾 五疯子的闭关地 别了 今天 我就不去光顾了 这是努力克制的结果 他总觉得那地方太压抑 别看五疯子不在家 可那地方多半依旧是有进无出 呼的一声 他没影了 至于身后那群人依旧在呼天抢地呢 都疯了 楚风如痴如醉 在路上就开始断悟 心中各种道音都在轰鸣 血液中流淌的都是经文符号 这很惊人 很快 他的骨头上 脏腑上 肌肤上 甚至发丝上 都转刻上了密密麻麻的秩序符号 经文在绕体流转 一时间他通体发光 道音不绝 到了最后 经文符号深入骨髓 凝炼到骨子深处 又蔓延向魂光 形成最为华丽 与反腐的花纹 楚风的身体外 形成一层经文光幕 宛若一个大茧将它包裹 这是真正的深层次的悟道 道音 大雷音 梦古道 不思鸟 使魔 数种究极呼吸法 轮转 宛若在浮化一个世界 越遇某条无上路 光幕中 不断轰鸣 经文飞解 秩序链条如柴 道火照亮黑暗 焚烧楚风 混合尽头 门后的世界 无光中的男子依旧强势 听了白鸭的话语后 他还是寸步不让 就是要一百张祖符纸 不给的话 我就弄死你这死白鸭子 他扬言 准备自己去夺去尽头 看一看 至于那所谓的 混合最后一关 到底存在着什么东西 现在是否有活着的生物 他表示怀疑 要亲自去探查 他一副无惧的架势 我估摸着那地方的东西 都死绝了吧 放肆 白鸭大怒 无光中的男子太嚣张了 一副霸道不退的姿态 震荡这里是善土了吗 也不想想 当年这里死了多少强者 陨落了多少猛人 各个时代 无数人都想攻克这里 结果还不都是跌血 都难如心愿 你说谁放肆呢 轰的一声 无光中的男子大步前行 直接轮动手中的大钟 向着白鸭砸去 中波震荡 惊扰了此地万古的宁静 你 白鸭瞳孔收缩 迅速张开了翅膀 白光如海 形成光幕 挡住中波 似乎 不想让这大道涟漪 冲击到他身后的世界 别逼我 白鸭寒声说道 不过 他又很快地放缓了姿态 有些事 现在打破平衡 未必如你所愿 相反 是大祸 甚至 他开始传疑 要与无光中的男子密意 有些事可以谈 男子一声冷哼 暗中震忠 不过这一次 不是针对混合尽头 以及白鸭 而是打向原路 一束中波 穿透天语 被限制着朝一个方向而去 当的一声 最终 中波在界外响起 也不知道是在哪层天语的身处 一刹那 某只原本就因为咬了人骨 而正在骂骂咧咧 一脸嫌弃与厌恶之色的黑色巨兽 全身狗毛倒数 大地的钟声 他一阵惊疑 谁在阵中呢 而后 他一张狗脸翻得特别快 比黑锅底还要黑呢 这年头 小崽子们都疯了 都该一而再地招惹我老人家 忘记本黄当年的凶残了吧 等着 我全弄死你们 与此同时 混合尽头 无光中的男子又祭出手中长条形铜块 使之投影 一道青铜光离开魂河 映照进阳间外混沌中 谁在惊扰我 后世这帮小崽子都疯了吧 敢吊我 混沌中 亦有人恼了 与此同时 阴州 九号的融合体 将魂光洞的主人戳得浑身都是大窟窿 满身血迹 环绕身体的大道都断了 秩序亦被磨灭殆尽 你不能杀我 这是在报私仇 各位 他想各个击破 我如何会是魂河中的神物啊 魂光洞的主人辩解 那就去魂光洞看看好了 九六三开口 这时 五黄皱眉 他隐约间听到弟子的祷告声 发生了什么呢 有些邪性 什么狗粮 喂狗了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各位 你们要相信我 第一山的生物这是在泄愤 在报私仇 为了李达 他们准备要对我等下手 早做准备呢 魂光洞的主人咳斜块 心脏那里前后透亮 身上重要部位都被打穿了 就是眉心都出现了一个惊人的血洞 若非他魂光足够强大 就这眉心一击 估计就要被重创了 最起码实力也会受损 那是杀魂一击 第1954集 砰的一声 九号的融合体 直接给他又来了一下 让他横飞出去 并且他一身真血轰的一声 扎散开来 连带身体四分五裂 963咧嘴 出示白生生的牙齿 你是不是觉得本座太好说话了 说话间 他从那些破开的血鱼骨中 捡起一件兵器 形如剑体 但是有愣有脚 这是一根激魂鞭 纠集兵器 平日间 魂光洞的主人 倚仗自身的志强灵魂 驾驭此边 专击对手的魂光 端的是一桩大杀器 防不胜防 可是现在 963拎着激魂鞭 直接放在嘴里 咳嚓咳嚓 他给嚼了 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他就这么生猛的咬断 瞎咽 周围 几人瞳孔收缩 这张死人皮的牙口太好了 比之纪练千古的初级阶段的 焦急兵器都要坚硬 这就给吃了 嘿嘿嘿 吃啥不啥 九号的融合体 咧嘴笑道 他磕嚓磕嚓 吃得津津有味 最后都给咽下去了 旁边 五疯子嘴角抽搐 因为 他曾丢失过兵器 他的思绪断了 冥冥中那种呼唤 本就很虚 现在直接中断 魂光洞的主人身体在一线 对他这个极数的生灵来说 没那么容易死 九死重生 一念浑险都可以做到 各位 你们真希望第一扇 各个击破吗 魂光洞的主人面色阴沉 体外的大道与秩序神烈 居然无法全部揭许上 有些断了就是断了 需要时间去再构建 眼下他实力减弱不少 九六三眉头微挑 原来是这样啊 暗中还有你的同伙 还有魂合来的生物 你希望他能救你 其他人听闻 皆是双目幽碎 不想被扣上这个屎盆子 再说 有人的确对魂光洞主人 露出杀意很不满 早就怀疑他身上可能有问题了 走吧 去魂光洞看一看 一切到了那里都将水落石出 地下世界 某一黑暗源头的究极生物开口 走 尤其是太医也点头了 这个老家伙活得太久远 实力根本无法揣度 话语圈很大 那就一起去看看 其他人纷纷点头 各位 我觉得有异常 想先回道场看一看 五黄皱眉 他方才的感应太特别了 有点心慌 甚是诡异 自古至今 他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怎么会如此呢 太医醋眉 虽然没有人呼唤他 可是他也觉得不对劲 之前就曾心血来潮 自家后方似乎发生了什么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也不禁醋眉 他一觉得不妥 心中发闷 谁在给他添堵吗 963说道 这样吧 先去魂光洞 不差这一时 几人觉得今天事情古怪 或许分开不如走在一起 一会儿真要是有事 可以联手大开杀戒 所以他们很快达成一致 失去了魂光洞 这时九号看着大阴间的门户 透过缝隙 看到了那口堵门之关 他神色复杂 眼底深处有太多的东西 他轻语 回来再探 其实他心里有数 很清楚这是谁的手笔 一脉相承 于外 不知哪一层天 黑色大狗阴沉着一张脸 刺着残缺犬牙直哼哼 低吼着 真想咬人呢 他非常不爽 一而再被人拨弄心弦 那绝对是故意的 这世道变了 小崽子们越来越不像话了 比本荒出山呢 都想被弄死吗 他虽然愤懑 但是他还真是忍不住了 听到了钟声 这是天地的大钟碎片 他必须得过去看一看 本荒真是老了 那该死的道骨 怎么还没有拉回来 要是当年早弄过来了 何至于这么慢呢 宛若老牛拉车 其实 让人知道他在界外 隔着几冲天呢 能有这般手段 也绝对要惊叹了 这已经相当的了不得 当时有几人能跨越 借空作乱 黑狗就在干这种事 本荒的气势好像有点弱啊 所过之处 当如北风卷地白草蛇 前程大浪 习信空才对 当气吞星海 他奋力咬牙 将那道骨终于给叼回来了 并且他凭着感应 发觉到另一片岛屿上有异常 一只大嘴再次浮现 轰的一声 向着五疯子常年闭关的黑暗之地咬去 咚的一声 那片黑暗之地破碎 隐约间传来狗叫声 他妈妈的 什么鬼地方 恶处熏天 本荒这次亏死了 呸 五疯子的道场中 一群人不疯了 全都闭嘴 整片世界都安静了 他们震撼无比 五黄闭关帝那里是什么呢 地宫洪打被破开了 铁锁链哗啦啦作响 有一个腐烂的生物被锁在那里 恶臭冲销不可名状 那只狗正在吐呢 因为他一口咬坏地宫 并咬掉那个人形生物不少腐肉 什么情况 有些五黄的气息 那是一个九级生物 他怎么被锁在地宫中 目前这是什么状况 连大天尊都在发抖 感觉一阵惊悚 今天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桩秘密 会被灭口吗 黑狗真的在呕吐 本荒真是倒了八辈子些没 当今这世道与我相克 你这小崽子都坏得流浓了 他迅速而果断地收回了那只大嘴 彻底跑路了 地宫中腐烂的生物披头散发 缓缓地抬起头 双目无神满是茫然之色 最后地宫又慢慢地闭合了 他的身影消失 可是远处的人却全都是身体发寒 最后的画面太让人惊悚了 那个腐烂的生物真的有点像武皇 除此之外 少数几人还看到了更为甚人的事 在那地宫黑暗深处 还有两个披头散发的身影 体型相继 也已经腐烂了 被锁在那里一动不动 师祖在练什么弓 在演什么法 在闯什么刀 大天尊双唇打颤 然后他扭头就走 总觉得强烈不安 迅速而果断地逃离这片道场 许多人惊疑 但并未离开 节外 黑狗吐了又吐一脸伤感之色 我真是太难了 如今 本皇身体肾虚 实力百步存衣 甚至千步随 无奈 太弱 现在想周游天地都不能好悲哀 不然的话 拨条龙打打牙击 遨游万界四处走一走看一看 找一找故人的下落也好啊 他一脸的忧伤之色 若是被人听到也会无言 没事你就想考条龙 龙知道吗 能听到的话 保证 群殴先打死你 然后 黑狗 黑狗真的伤感了 而不是如刚才那般自嘲 自己宽心 他真正的惆怅 迷惘 有无边的失落 第1955集 曾经的那些人呢 我还能见到吗 一时又一时 还能活着几个 当年的盛况 璀璨的大势 天骄争霸 绝带争锋 全都落幕了 繁华过后 局势凋零 再也不可见 茫茫世间 我竟找不到一个熟悉的人 余生太孤独凄凉 如饮冷水 那些人我都找不到了 失去的太久 我都快记不清你们的模样了 一只老狗伤感 眼泪珠子都要落下来了 他皮毛暗淡 有些地方甚至没有毛了 光秃秃的衰老的不成样子 但是座椅中 他还是收拾心情 抱着一口残忠 准备以真身逼向杨茧 他自然觉察到了某些情况 知道那是哪里 但还是想去看一看 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他要再闯一闯 肮脏的东西 本黄就是老了 今天也弄死你们一片 我就不信 当年一战 你们那里没出事 没被打怕吗 没被打仓吗 不可能 不死光也差不多了吧 黑狗一点也不复 真的要逼过去 有再战 混合尽头的意思 他当年可是亲身的参与过 大帝 你且沉睡 我去找你丢失的至关重要的东西 黑狗豁出去了 一副破釜沉舟的姿态 他借此机会 要再去混合尽头终极地 怎么看都要拼命了 要再次大决战 这一刻 他挺直了沟楼的背 脑袋昂起 统领大言怒争 血喷大口张凯 一副气吞还雨的样子 同时 伴着无边的沙旗 简直要撕裂了诸天万戒 让许多戒地都飘起血雨 磅礴而下 震惊了戈雨 这是他在无数场 关乎世界存亡的大战中 所积点下来的杀劫之力 破敌无数杀伐天下 而大战背负在自身上 老子杀敌无数 也是有大攻击的黄 老天都认为我要死了吗 为我而哭 为我送行 黑狗阳头望天 此去无归 是最后一程路吗 但是他还是动了 要去浑河 当的一声 残中清明 而浮在上面的地尸 也像是轻微的颤了一下 地中 你这是在市井吗 但是没办法了 我还是要去浑河中极地 在其他地方 我真的找不到那种药 也许 唯有那里才有 我要就地 没有时间了 我撑不下去了 今天再踏浑河 再入那片战场 黑狗严肃而伤感 彻底地爆发了自身骨子里的无边战役 他折服隐忍太久了 大帝 我相信你终有一天会醒来 绝不相信你彻底死去了 现在 我就去寻药引子 我要你活下来 他动身 目光越来越烈 璀璨的射人 目光焚穿了大界之壁 大帝 我自幼被你救起 被你收养在身边 才有了如今的我 当时 虽然已经不是最强成道姿态的我 但是 我也要再为你一战 这时 黑狗直立起身子 然后将那帝尸托起 背负在自己的身上 他提着大钟猛然的迈出了一大步 他要 副师而展 背负当年的天地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不会丢下 绝不让那尸体 离开自己的眼前 永远 不离不弃 当年你收养了我 即使 我拼命还你一世地生再现 黑狗 黑狗嘀吼 老眼中含泪 他想起了太多的往事 界外 混沌中有人叹气 何止于此啊 你都这么衰老了 还拼命 这不是逼着我陪着你 一起去送死吗 真要再打终极地呀 这个人也怅然 也神伤 其实 你不是只剩下自己 我还伴活着呀 够东西 你怎么就想不开了 也罢 不如同归去 同计 一只衰老无比 满身毛都近乎落光的黑狗 老眼蕴含浑浊的泪 背负帝尸 努力地让自己勾搂的背 挺得笔直 此生无多 我想渡你回来 这是他的心愿 那么强大的天地 怎么会死去呢 他想让他活过来 可是 他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不去最后一搏 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旧伤难除 再加上早已血气干枯 他衰败的生命岁月 只剩下最后一小段路程可以走 光阴如刀 终将斩去所有 他已不知 可是他真的很想再看到他的真容无敌声归来 看他一吼浑河段 看他全轰四级浮屠 光辉岁月再现 在他上路时 有物破空而来 挡在眼前 黑狗止步 啊 通孔 一只腐烂的手 虚弱无力地穿过空间 带着一张瘦皮书来到他的眼前 活着 就还有希望 只要还在不曾归于尘土 将来未必没有转机 努力熬下去 你我都要活着 没有太多的话语 但却在沧桑中透出沉重的担忧与关怀 也有对这个世界的不舍 劝黑狗不要冲动 这只手看起来有点胖 也或许是浮肿 灰黑浮臭 让人不忍目睹 这就是经历了何等的劫难 还顽强地活着呀 黑色大狗 看到这只手有些发呆 而后就要露出凶想呲牙 可最后却只有伤感 混沌中 一个缺少右手的人 虚弱地坐在那里 你若选择去 我与你同往 再占混合终极地 可是 够东西 要努力活着呀 当年的人都死光了 没有剩下几个 一场又一场 关于猪戒存亡的大战 耗尽他们这代人的升级 扼上遍体 不可想象的付出 可是现在没有几人知道了 多少英才尽凋零 留下的是破败 黑狗眼睛发红 腐烂的手带来的兽皮书 写下的是曾经的岁月 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不舍 他们活着 是那代人留下的最后的证明 与痕迹 如果也死去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连痕迹 都将彻底的抹出干净 还提什么曾经的辉煌 连存在过 都将被历史的尘埃淹没 被后世人给遗忘 可我还是想去 再战一场 我不甘心 黑狗扬天大吼 虽然瘦骨临寻 但却是昂着头 他背负帝尸 回头看了一眼那腐烂的手 还有那张瘦皮书 艰难的迈出脚步 第1956集 混合尽头 门后的世界 无光中男子 催动中片语青铜后 他安静了 说是放出消息也好 说是找人背黑锅也罢 其实并非要害谁 他要干什么呢 要搞大事吗 威胁混合 不给好处 就血战到底 打残这里 现阶段 混合似乎很不愿意开一战 他找人背锅 或者说拉强人一起来 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些事儿 他曾听说过是少数知道真相的人之一 年轻时他无比向往过 热血澎湃 以那以璀璨大势为目标 现阶段 他叹息 白鸭在喘意 与他相谈 略微放低姿态 说要给他两张祖夫纸 让他立即离去 你在打发要饭的吗 我要一百张 你给我两张 死鸭子 无光中的男子眼眉都立了起来 瞳孔中爆射神光 拎着青铜棺上脱落下来的长条形金属块 就要打过去 白鸭脸色阴沉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几个纪元了 还上哪里去找那种符纸一百张呢 就是将那些各种形式的 存在的 断掉的 埋葬的 消失的 所有轮回坑都翻一遍 估计也凑不到一百张啊 你这是强人所难 我哪里去给你找 我已经表示出诚意 你确信要站吗 白鸭脸色冷冽到极点 两只翅膀都发出刺目的白光 如同一轮惨白的太阳在焚烧 在释放毁灭性的物质 你再敢跟我不好好说话 试试看 黑光中的男子强势的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当面的威胁 并且付诸行动 他手中拎着的长条形青铜款 蔓延出符纹 以能量构建出模糊的铜棺 而棺材板首先组合而成 轰的一声 他拎着棺材板就轰了过去 直接拍那只强打而射人的白鸭 白鸭恼怒 多少年了 有几人敢这么对他动手呢 今天一而再的被主动挑衅 你们不要将我的忍让 大事为重当作软弱 本作当年血洗诸天各界时 你的师父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说话间 白鸭躯干未变 依旧一尺多长 可是 他的双翅却发光 上面的羽毛暴涨 宛若十万根天剑般 蒸蒸而明 接着 所有白鸭都化红 皆粗打如山 管船虚空向前刺了过去 堪比破天之毛 风锐无匹 呛呛呛的 刺耳的声音传来 白色的羽毛发出刺目的光 化成破天之毛 全部洞穿到了眼前 浑河都沸腾 都在燃烧 每一根羽毛化成的毛风上 都带着汪洋般的魂力 汹涌 激荡 游若星海在起伏 震撼人心 不过 所有羽毛都被棺材板给挡住了 青铜块构建出的棺材板 像是一毒阵势摸山般 压落下去 挡住万物 遮蔽天地 抵住十万次目的飞鱼 当当当的 大道火光飞溅秩序断裂 这片地方一片混乱 空间与时间都塌险了 死鸭子 你状态 你状态不对啊 五光中的男子提着棺材板 直接压了过去 一步一步上前 逼近到前方的高地上 服侍白鸭 白鸭尾部 一根特殊的羽毛发光 暴涨起来 如同凤凰凌羽般亮丽 通向浑河尽头 连向某一终极地 这时他身上的气息不同了 像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 他冷着脸 你不要逼我 真要逼我完全体出现 后果你无法想象 诸天不燃血 五不归 然后他又放缓了脸色 你到底要怎样 我到底要怎样 五光中的男子 黑发飘舞 整个人面色白皙 眼神锐利无比 阴气破人 强大气息暴涨 从远景来说 我想扫平你们 掀翻四级浮土旧地 掩埋天地藏坑 梳理地落时代前的古轮回路 还有 算了不想说太远 远处白牙发呆 就是他这种生灵也觉得 乌光中的男子疯了 你都在想什么玩意儿呢 失心疯了吧 一声叹息 乌光中的男子不再那么强势 有些低沉 而眼下 我只是向他活下来 他低下头 看着一片暗淡的花瓣 已然凋零 至于淡淡清香残存 谈什么未来 说什么大事 连身边的人都守不住 连一个努力 想跟上自己脚步的红颜 都保护不了 还有什么资格去谈破局 去改天换地呢 想到这些 乌光中的男子如山四月 逼迫上前 我只是向他活下来 都说多次了 再给我一百张祖福纸 你到底给不给 这谈判 没法继续了 遇上个疯子 这是要逼死鸭的节奏啊 白鸭恨的都想骂人了 但是出于某种顾虑 他不愿魂河深处的 终极地震动 现在以敬为主 想要稳住一切的 不安费因素 他深吸了一口气 想让一个人轮回 一张福纸足够了 你要那么多做事 人都不在了 富士成尘 魂光话语 福纸给谁用 一张怎么够呢 吴光中的男子开口 声音低沉 我要更多 以祖福之残存的无上之力 重新凝聚他的一缕幽魂 或许可以无中生有 再让他回来 白鸭眼神不善 毛泽身处一片冰冷 都死透的人了 魂都没了 你还要乱来 还想谈什么轮回 怪不得他要一百一张 祖福纸呢 他想借助传说中的 那位的无上伟力 从无生有 这已经不是道语 造化的问题 不可言说 无法理解 白鸭咬牙 这不现实 即便是魂和也提供不了 那位当年留下的祖福纸 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都过去多少年了 怎么可能还有那么多呢 即便是诸天各界 一些不可想象的老家伙 手中有存活 可加在一起 都不见得够这个数了 况且谁会拿出来呢 你要清楚 我们手中的确没几张 当年与那位很不对付 不愿与他有接触 真是从后世得来的 满足不了你 说得真好听 不对付 不愿接触 是你们躲起来了吧 不敢出现 无光中的男子息落 白鸭恼怒 那是一段不可言明的岁月 混合因某种因素 与外隔绝 陷入危机 再加上那个人的出现 混合的确是更沉寂了 第1957集 白鸭海生说道 那个人强 我们都承认 但是也并非不可敌 不能占 我们是自身出了问题 当年混合源头有变 他话语很冷 也很漠然 任何人成长 都需要时间 当年 要不是混合生变 你当相信 混合的实力 阻击不了谁 可那个人 就是崛起了 你们能奈何 后来还在 学慕你们呢 也在找地府尽头 一要火烧四级浮土 若非更为紧迫的原因 匆匆离去 估计 便是你爹 都早就是死丫子了 你族身后的存在 也都咽气 蹬腿了 你可以张狂 可以对我放肆 但是有些存在 容不得你诋毁 不可辱 他们是无敌的 真正的腐蚀万古 做看一个纪元 又一个纪元 更迭 即便是那个人回来 也平顶不了 笑话 你们敢动用 魂和终极地的 特殊祭坛吗 以他坟道 坟祖福祉 送那个人的名字 挑衅那个人 看一看 他是否回来灭而等 天地级的生灵很强 但是一个人再伟大 哪怕腻了天地 乱了时间长河 可也改不了 真正的大事 又不是没出过 那种生物 地落石带钱 真是炫烂 可是血液也很欺验 无比伟大的强者 也都照样被杀死了 别废话 我就问一句 你敢不敢 用你们那个祭坛 换那个人回来 他早就消失了 没有他阴信很多年 许多人都在找他 可都失败了 早已失联 那行 他消失了 不找了 你们敢不敢唤醒 当年再次一战的天地回归 再战一场 你好像知道一些事 白鸭露出意外之色 同时有些忌惮 有些秘密 恐怕就是当年幸存的参战者 都不全知道 我还知道当年 不知你们混合中基地动手 还有其他 从古地府中冒出来了东西 从天地藏坑爬出来了怪物 你到底是谁 凭你的身份 以你的年龄 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这些 我是为你们送丧中的人之一 吴光中的男子冷悠悠地回应 白鸭冷森森的 那没什么可说的了 站吧 他自己退后了 尾巴上一根特殊的羽毛 像是凤凰的淋雨般绚烂 不再是洁白色 散发妖艺之光 同时 他又宛若一条九彩母金脸 锁着他带着他 向后飞去 要没入混合中基地 不过 他并未彻底消失 只是退到足够远处 并且号令道 杀了他 事实上 在他稍有一动 才后撤的刹那 吴光中的男子就先动手了 大中悠悠 轰杂了过去 白鸭矩阵 满身都是霞光 与之对抗 翁的一声 同时就这么片刻间 许多生物出现了 混合盘 早已不再是沙地 而是低矮的溶洞 各种虫子密密麻麻 蜂拥而出 向着乌光扑击过去 这种虫子很像是 早先在大雨机生物腐烂肉质中 爬进爬出的那种 每一条虫子都有一指多长 划破空间 留下一条又一条长长的尾光 带着浓郁的不祥物质 如同万箭齐发 射爆空间 一声沙 大钟瞬间折天 将所有虫子都覆盖 并收了进去 然后男子震中 轰隆隆的 在里面 神性粒子沸腾 盗足物质澎湃 所有的虫子都哀嚎 挣扎不止 每一个都溢出无尽的神性能量 居然强得离谱 不过 这一次他们遇上的是什么呢 地中 即便是残缺的 只是巴掌大的一块 可是这样震动 他们抵不住 哄的一声 最终所有虫子都炸碎了 天虫狡辫 破茧再生 远处白鸭喝道 他在控制虫群 嗡嗡嗡的 虚空颤抖 而后炸碎 许多更强大的虫子 从溶洞中飞出 都带着光解 这是更强层次的祖虫 没有刚才那么多 但是绝对要强盛数倍 他们居然扰动了时光 不过是虫子而已 居然有时间碎片纠缠 这是什么层次的生物呢 若是被外界得知 一定倒吸冷气 这是可以图示的恶成 初始形态 五光中的男子轻语 不过他不管这些 再次出手猛然震中 中波如同十万八千剑光 横扫出去 顿时让虚空大爆炸 不远处 魂河也炸开了 浮现许多强人的魂光 在那里惨叫哀嚎 一朵浪花中就蕴含着一片 强大的灵魂 痴痴的许多虫茧轻颤 而后发出瘆人的虫鸣 现在那些正在焚烧的魂 自魂河蒸腾而起 化成纯净的魂物质 都被接引过来 被重茧吸收了 难道还想破茧花蝶吗 死 五光中的男子喝道 一声轻驰 他眉心发光 催动手中两件兵器 轰爆了前方 各种茧破碎了 哀嚎着无尽的祖虫死去 但是也有个别衣服 在不朽溶洞中的祖虫 活了下来 银白而射人 并不是要画糊 蛆啊 不是所有的虫子 都能画成蝴蝶 因为有的是蛆 不愧是魂河尽头 滋养出来的肮脏东西 无光中的男子嘲讽 白牙寒声说道 闭嘴 目光射人 那男子太埋他人了 怎么可能是蛆虫 这是恶虫的初始形态 处在进化中 果然 有虫子未死 刹那间气息暴涨 疯狂吸收魂合之力 也在吞噬周围死去 爆开的那些同伴的能量养分 留下的几只虫格外强大 体外居然缭绕着各种可怖的异象 如星河四裂 太阳星炸开 宇宙沉沦 他们再向恶虫终极形态进化 传说 世间有十种恶虫 都有图示之力 一旦化为完整体 不可揣夺 能搏杀龙为石 可吞日月为养分 躲在阴暗中 你们不是驱虫是什么 都去死 几只虫疯狂尖叫 他们彼此冲向一起 相互吞噬 想要进阶到最高峰 成为唯一 不过 这一次无光中的男子冷酷无比 双手仿佛透明了 挤出无尽为力 而他手中的两件兵器 真正意义上的复苏 可以说是复活 轰的一声 神党杀神 佛党是佛 天崩地利 魂河中哀嚎无数 时光都紊乱了 古今像是颠倒过来 不要说 这还不是终极形态的恶虫 便是十大恶虫源头来了也不行 两件兵器复活 轰煞一切 砰的一声 几只虫子吞噬到只剩下两头石就炸开了 连带着后方的溶洞溃 化为虚无 那里是虫巢 有浓郁的稻祖物质 结果依旧成为灰烬 不过 无光中的男子也有些忌惮 这混合太特别了 在这里培养的祖虫 居然可以进化的这么快 若非他轰杀之 难道短时间就能出现一头 真正意义上的终极恶虫吗 第1958集 红龙一声 无光中的男子并未止步 两件复活的兵器始终在被催动 强势打穿了前方 轰在白鸭的身上 啊的一声 白鸭双持斩动 刺目的荧光沸腾可还是被重创了 白鸭纷飞 身上染血 若非他那根特殊的尾羽 从终极地汲取来特殊的物质 以及接引来无上魂光 迅速遮蔽他的躯体 他多半就要被轰爆了 白鸭怒了 你在逼我 混合深处 终极恶土那里传来可怕的波动 天地都要轻浮了 诡异与不祥的物质浓郁的如同潮水般涌来 淹没此地 你退还是不退 到了这一刻 任谁都明白 混合真的有问题 他都被激怒到极点了 可最后关头还在尝试避免激化事态 那祖福指来 五光中的男子冷漠说道 这白鸭的咬牙 给你只有四张全送你了 走 一瞬间 几张特别古朴的纸张飞了过来 没入乌光内 他们简单而平凡 上面只刻着一个罐子 像是什么奶罐吗 因为隐约间可见 一张纯针而稚嫩的笑脸在那里相伴 无光中的男子嘴角抽搐 祖福指上画的这种东西 那位可真是 不过 很快他又神色严肃了 想到了一些传说 那位少年时有多欢乐 后期就有多悲伤 或许 在那位的心中唯有无忧的童年 才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所以那位在华克祖福指时 直接就这样留下心中永存的那段时光 寄托了他的心绪忘忧 想到这些 再看祖福指 那就不是涂鸦 不是嬉笑胡闹之作 而是无比的沉重 鸦的人透不过气来 看似智晓 却是隐藏着大悲 有无尽沉重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个人的孤独 一个人的远行 只留下最后一段传说 从此再也不见 吴光中的男子喝道 不对 你们还有 都拿出来 最起码凑够十张 百丫真的受够了 吴光中的男子太强势 太招恨 简直比当年的那只黑狗都可恶 见到什么都想抢光 他很想说 你们什么关系 还好很多年了 终于再也见不到那只狗 他应该死了 百丫尝出了一口气 虚无之地 有只狗在逼近 途中狂打喷嚏 谁在对我漏恶意 这么浓烈 肯奔黄咬不死你 黑狗直立着狂奔 同龄大眼烁烁放光 突尾巴高高扬起 幻觉吗 白鸭狐疑 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甚是不祥 可是 这让他觉得有些荒谬 他们这里 不才是最大的不祥源头吗 古怪啊 白鸭摇了摇头 这么多年过去了 黑狗应该早就死了 估计血脉后代都没留下 不过他露出意思 盯着乌光中的男子 看了又看 这个人真的跟黑狗 没有血缘关系吗 你看什么看 男子黑发披散 眼神不善 因为他感觉到了一股恶意 白鸭或许是因为没忍住 或许是因为心中太恨 不由自主开口 传说中的某位黄 与你祖上是否为近期 不过说完他就后悔了 死鸭子我打死你 五光中的男子气息暴涨 挥动手中的兵器向前拍去 那可真是打爆低岸 轰灭沿途各种残破妙语 摧枯拉朽 蒸干魂合 要斩了白鸭 男子很敏锐 他从白鸭的眼神中 就明白了他的恶意 知道他说的黄在暗指谁 所以想要削死他 白鸭呱的一声大叫 嘶吼 一时间浑光滔天 白光如阴火 尾部那个特殊的陵雨 汲取来无上伟力 阻挡大钟与棺材板 最为可怕的是 浑河中极地深处 有莫名的浑血流淌过来 席卷虚空 挡住地兵 不然的话 白鸭挡不住 即便如此 在帝兵复苏后 哪怕只是残片 他也是灵力长鸣 拍打翅膀 急速倒退 因为无尽的白鸭凋零 他身上数不尽的秩序 神炼崩断 肉身都渐渐焚烧 要化成灰烬了 他眼神发寒 好恐怖的地兵啊 他落在一块特殊的土地上 黑得渗人 在那里 他得到支撑 化成灰烬的躯体 重速褪变 血肉长出 罢了 住手 他警告 别逼他 不然完全体出是怎么说 他也是曾让诸天颤力的存在 而今他真的算是委屈求全了 不想大动干戈 并不希望浑河身处发生意外 又是两张符纸飞除 他送给了乌光中的英伟男子 想尽快了结此事 此地还有 乌光中的男子长发垂落到妖际 乌黑而浓密 面孔白皙晶莹 瞳孔内是浑河蒸干 终极恶土崩塌的画面 并伴着宇宙星辰陨落 景象射人 他引起破人称得上俊朗 但现在杀意无边 白牙冷笑 他已经有所动物了 乌光中的男子 一而再的如此恫吓 有些过了 或许 也不见得要争个的大决战 他盯着乌光中的男子 真没了 如果你非要 我可以给你真正的地府轮回符纸 一百张没问题 而且是地落时代前的古地府轮回纸 你要知道 这可是极其难寻的东西 价值不可衡量 古往今来多少强者祭祀上贡 都求不到一张 我不稀罕 那样的一百张 也抵不上那位的一张符纸 我只要祖符纸 吴光中的男子语气坚定 并不接受 他是铁了心 要掏空此地 古地府轮回符纸 有的只是诡异与不祥 太肮脏 我不要 你在说什么 世间万灵 有几人不认可骨轮回 这才是真正往生之所在 是天地自然形成的 吴光中的男子脸色冷漠 天地自然形成 你相信吗 你的主子 混合尽头的生灵 相信吗 提及这些 他深感不安 古轮回源头 那所在 恐怖的 绝对无边 若是被证明 是人为开辟的古轮回路 影响了无数个机缘了 那将惊骇万计 若不是天地自然演化出来的 光想一想就可怕 当想到祖福职 他又安心了一些 毕竟当年那位造出来了 在那位的时代 古轮回路居然不见了 想一想 这能给人积蓄爱心呢 古地府古轮回路 是在避讳那位吗 还是说 那个时候 古地府轮回路 也出了一万 再想深处想 浑河和古地府 似乎同时出意外 难道 有某种联系不成吗 同源 疑惑都是同一因素 导致的不出事 当想到传说 那位曾经亲自出手 去挖古轮回路 弄断了不少路 也实在是够惊人的 猛得一塌糊涂 那位自己刻写祖福职 一个人弄出不同的轮回 这气魄太大了 最为关键的是 那位离开后 古地府也没有妄动 他弄出的那些 当年 那位离开 是不是就是古地府 玉魂和尽头 以及天地藏坑内的怪物等 受不了他 然后付出巨大代价 将他引走 前往一处 很难返回的战场 第1959集 吴光中的男子猜测 而且不加掩饰 就当这白鸭的面 说了出来 也算是 轻慢混合终极地 若为真 混合当年 还不是低头了吗 你多想了 白鸭冷冽地开口 他一个人 就能眼花出轮回 对抗古地府 至今也不见 有人去毁掉 这应该能说明 一切问题 吴光中的男子 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慨 想到那位 莫名就让人觉得心安 不用担心 什么莫大的凶险与危机 可惜 他失踪了 这么多年过去 早已联系不上 这数为可惜 让人遗憾 白鸭不想提及 那位的生平 以及战力等 也许是忌惮 也许是怕惹出 什么莫名因果 他只说福祉 你想要的祖福祉 它是额外的 或许并非是你需要的 哼 你想说什么 吴光中的男子 你应该听说过 那位早先并不信轮回 后来是因为他身边的人死了太多才有所改变 不过他要轮回的是什么 有些难说 也许不是人 或许是世界 亦或是其他 还更能是不可测的东西 他造的轮回 同地府古轮回路不一样 白鸭说道 依旧在极力而恳切地想说服他 吴光中的男子说道 但是我更信他的扶持 还是不要提那位了 因为他觉得不妥 这么多年来 若非强行封住与留下过去的记忆 连他这种极数的生灵 即便可以俯瞰诸天 可是对于那个人的传说等 记忆也在模糊下去 所以他无比忌惮 他甚至一度怀疑 到底是他自己出了问题 还是整片时空都出了问题呢 当想到这些 他看向吴光中的男子 他是否知道一些 毕竟似乎有些古怪的来头 那位离开后再也没有出现 你我都有所觉 即便强大到了更高层次 心中关于他的记忆 都在渐渐模糊 他似乎已经不属于 整片古时 只有极少数生灵 还有感 有所知 其他人都遗忘了他 仿佛那位不曾存在 不曾出现过 吴光中的男子皱眉 有些沉默 这是事实 若非触及过 与那位有关的旧物 关于那位的记忆 的确在岁月中衰竭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这时 黑狗在接近 跨越一重天又一重天 覆尸而行 昂首而立 在沿途中 着实引发了大爆炸般的信息地震 那时 我看到了谁啊 刚才有一只黑色凶手 从老夫的闭关地上空横空渡过 一头盖世妖魔 很像是当年的狗黄 他还没死 乍尸了 这引发惊天巨波 有个别人看到 他在虚空中的残影 都忍不住一哆嗦 严重怀疑眼花了 事实上 能够有所感应 且洞府正好赶巧 在黑狗路途上的强者很少 只有几个别人 当然 这些都是顶尖生灵 不然的话 也不会认出传说中的黑色巨兽 半路上 黑狗有所体悟 冥冥中的悲意在弥漫 来自地中 来自天地 这是在最后的提醒吗 他自己自然也预感到了不祥 想到了最后的结局 不过 他有陨落的心理准备与觉悟 因此 他未曾止步还是去了 终于 到了阳间外 碰的一声 他贯穿戒壁 迈出了那一步 时隔幽远的岁月后 他再次踏足这片旧戒 这时 还有其他人要去魂光洞 正是太医 黑血研究所的主人等 其实他们早该到了 只是在途中改变了方位 前往第一山 至于九号的融合体在路上皱眉 他意识到出事了 而且很大 有可能会天塌地下 因此他要取骨气 今天 事态真要恶化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或许九张人皮要归一了 同时他认为第一山的杀气必须得带着 魂合尽头 门后的世界 无光中的男子皱眉 强远怎么还未到呢 一个人勒索 绝对没有一伙人恫吓效果大 算一算 该到了才对 死鸭子 你对天地怎么看 真要在线杀到这里 魂合终极地的生物结局如何 你在说什么时代的天地 不同时代 不同的世界 诸天对这个称谓的理解不一样 净称而已 装糊涂 当年杀到这里来的盖世天地 若是在线 你们会恐惧吗 无光中的男子淡淡地笑道 他有所感应了 因为 是他拨弄出去的中波 对那边有警觉有关注 现在模糊间 有些微弱波动传来 白牙脸色难看 他们不会出现了 甚至有人都已经彻底死了 是吗 为什么我觉得有天地在回归 要踏平这里呢 无光中的男子淡漠开口 比如 这位天地 他举起了手中的地中碎块 浮纹璀 交织成完成的中体 气息恢弘而磅礴 似乎可以镇压 白牙沉默 想到了当年的一些事 最后才说到 我承认他很强 曾经的盖世强者 疲逆猪天 可怕的离谱 但是终究是死了 当年他历经了各种血战 在无上强者接触时的特殊岁月 那个时代发生了最为可怕的流血大乱 他被有针对性的阻击 已然永世 世上再也不可见 说到这里 他像是才吐出了一口气 不再绷紧心弦 那段回忆对他来说很可怕 很不美好 接着 他以略微淡漠的语气开口 消失了 终究是消失了 再为大爷魂归恶土 奇邪七眼 他吐出一口浊气 越发的放松 他死去了 连带与他有关的一切 也都渐渐的从世间抹出干净 包括他的道场 甚至他的那只狗 说到最后 无论怎么看 他都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 当年太恨 留下很大的心结 无光中的男子露出淡淡的笑意 你确信都死去了 再也不可见 我确信 白鸭很自负 很相信他所了解到的信息 昂起了头 余为璀璨 连着混合终极地 然而 不知道为何 突然间他浑身冰冷 白色的羽毛都要炸开了 感觉到一股浓浓的恶意 太他妈震耳了 他几乎失聪 双耳都在流血 耳膜绝对被击穿了 即便是灵觉 本能等 现在都麻木了 他被震得身体发麻 浑光都有些发僵 这时 许多不美好的回忆 许多负面的情绪等 都一同涌了上来 让白鸭差点癫狂 狗来了 白鸭想大叫 你不是死了吗 虽然 黑狗对自身的命运 有所预感 可是他现在没有一点伤感 毫不在意自身 依旧直接杀来了 而且穿过浑光洞 赶到门后的世界后 他直接就大喝 死鸭子 你还没死啊 滚过来 扣见你无上的祖皇爷爷 第1960集 白鸭惊呆了 确信不是幻觉 着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只狗真的出现了吗 刚才还在提及 结果说黑狗黑狗就到 那黑影太庞大了 遮蔽了长空 如此的凶狂 咆哮浑和气焰讨天 白鸭看得清楚明白 并且感受到了那熟悉而古老的气息 太让人厌恶了 也太让鸭刻骨铭心了 第一时间 他满身羽毛炸力 形成守护光幕 符文漫天 大道声音轰鸣 并且他迅速倒退 严阵以待 只是他实在有些接受不了 有些想不明白 这狗怎么可能还活过来呢 他不是被打死了吗 竟在当时又露头 嚣张的活着 很快 他又看到了黑狗背负的人 虽然没有看清容貌 他浮在狗黄身上 可是白鸭已经知道是谁了 一刹那 白鸭吓得尖叫 焚烧能量 羽毛成片的炸开 他亡命般的逃 都要窒息了 眼底深处是无尽的惊悚 死鸭子 你逃什么逃 给本皇滚过来 黑狗太强势霸道了 刚一降临 就叫嚣着要弄死白鸭 白鸭这叫一个气啊 真是眼前貌金星的 他不自禁的看了一眼 乌光中的男子 总觉得 遇上的两个生物 都是极品 口气很像 死鸭子 你看我做神 乌光中的男子大怒 白鸭也怒了 乌光中的男子 与那狗东西 真没有血缘关系吗 今天真是倒了血霉了 他觉得不被打死 也要被气死了 这时 魂光洞外又来了一波强者 几乎都到齐了 一群人共赴魂河 白鸭火冒三丈 心中憋着一股气 这俩极品 简直要气死他了 尤其是他盯着乌光中的男子 很想说 看你都不行 也太霸道了 再说 你俩就是很像啊 乌光中的男子怒了 你又看我 什么意思 他觉得白鸭恶意满满 他能够洞彻那种眼神中的含义 再怎么说 他也称得上英姿勃发吧 可那死鸭子的眼神实在是 找死 他的这种姿态 这种气势展露而出 多而是轮到黑狗不爽了 到了这种层次 灵爵强大到不可想象 瞬间就能生出感应 果然白鸭没说什么 黑狗先开口了 并且是针对那乌光中的英伟男子 黑小子 你什么态度 他不满的质问 一句黑小子让白鸭都无语了 最为关键的是 居然没在骂他 乌光中的男子 此刻当真是一脸的黑线 我怎么地就黑了呢 这脸白皙如玉 跟黑丝毫不沾边啊 黑狗看着他 依旧不爽 与本黄有血缘关系 你还很不情愿呢 他没说出来 但是 现场的一压抑 乌光何等强大 感知敏锐 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呢 黑狗盯着他不说话 乌光中的男子也不说话 但是 以眼神回敬给黑狗 同时面皮在略微抽动 他觉得无言 这都能讹上他吗 老子英姿伟岸 你那狗脸都快黑得滴出水了 有什么好比较的 有个毛的血缘关系啊 本黄的确留下了后代 而且当中精彩绝眼 影子惊天地 弃鬼神的一大把 都是各时代杰出的生灵 黑狗终于开口了 上来就这么的自傲 夸自身血脉逆天 无光中的男子不搭理他 还不知道他的底细呢 哪里有什么后代 黑小子 我其实看你挺顺眼的 因为我在你身上 看到了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 以及超凡爵俗的手段 黑狗开口 居然在夸人 白鸭简直惊呆了 这狗也会说人好话 印象中从来没有啊 无光中的男子不为所动 因为根据传说 这个神话中的黑狗 经常张嘴兔芬芳 一般人受不了 果然黑狗又开口了 所以我觉得你和我很像 这就是夸人的理由 其实是为了自夸 无光中的男子不吭声 黑狗扬天常谈 有某人的话说 我们两个可能是两朵相似的花 我若在今天凋零 你便是浴火重生的又一个我 无光的男子额头 清金直跳 谁都没跟你是一朵相似的花啊 虽然是同一阵营的 且敬佩你 古老攻击大 德虽不高但望重 但是 哪里与你像了呀 突然黑狗一声爆喝 死鸭子 本黄军里 你还不滚过来 笑死你呀 他气息暴涨 刚才的墨迹不过是因为放心不下 实则在暗中探浑河呢 现在心中有底了 狗黄断尸在下狠手 轰隆一声 远处白牙阵身几乎被压爆了 因为黑狗动用了某种禁忌绝学 配合长御符文几乎要顺杀他 白牙身体炸开了 魂光挣脱出来 在远处迅速的重塑 最后站在一片恶土上 死死的看着黑狗 这狗东西 不仅活着 而且还依旧这么的凶残 白牙眼底深处是无尽的冷酷寒义 不过 当看到黑狗背负的地狮后 他有一阵胆寒 心中有无边的忐忑 的确很恐惧与害怕 他深知 那个层次的生灵多么的不可揣夺 虽然有证据表明 那位无上的天地被阻击 历经无数场大战后 云落了 可他还是怕出意外 万一地狮有异常 或者再次失变 那可能会导致无法想象的可不后果 白牙心惧而忧虑 浑河中极地现在不容打扰 很关键的时刻绝不能出乱子 吴光中的男子暗中传疑 也在示意黑狗先不要死壳 此时威逼恫 和白牙索要到大量好处再说 本黄自然知道 并不是要彻底掀桌子 这是极限施压 为了索要更多更大的好处 黑狗在暗中淡定的回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俩在某些方面确实风格相近 接上来就先敲诈 勒索到足够好处再说 不管接下来是否血战浑河 都不吃亏了 黑狗现在已经确定 浑河尽头出了问题 终极地的无上大恐怖 当年的确被打残了 甚至死了也说不定 所以他越发的沉稳了 不急于血拼 他在琢磨 如果浑河尽头的大恐怖半死不活 他今天或许能动用那杀手锏 祭出天地留下的东西 将之给弄死算了 永绝后患 黑狗的脸色渐渐和善 但是心中却傻意滔天 准备今天来次大的掀翻浑河 毁灭诡异源头之一 他唯一担心的是 到时候古地府以及天地藏坑等地 会不会有感应 爬出来不可言说的东西 他内心中杀意灵消汗 但是大黑脸上却越发的和欢 他想稳住各方 并且再次开始于暗中探查各地 此时黑狗很慈祥 看向无光中的男子 黑小子 说起来你我很有缘呢 当年就有一头热血之交情 无光中的男子很想说 一头热血个屁呀 当年被淋了个满头黑狗血 倒了血煤 被打入绝地 险些就被敌人活迹了 在生死间徘徊漫长岁月 艰难还阳回来 他不想搭理这只狗 对付他呢 最好就是不顺着他的话说 不然的话 他绝对满嘴芬芳个没完 这时黑狗暗中探查六合八荒 终于摸底差不多了 不是时候一手 对我身边的 我身边就能带你